大家早安 现在民间 对于神明的活动 非常的热络 那尤其是华人的部分 对于 目前我们常常听到了 这些神 真的是一窝蜂 我们台湾有所谓的 三月封马祖 马祖的生日在三月间 所以有一连串的绕境活动 那么民众争相来参加 络绎不绝 感应的人也不少 那所以这种活动 越来越多人来参与 那么所以 人到的地方 就是商机到的地方 那所以呢 大家呢也为了争取这个商机啊 和呢参与 这个 妈祖绕境的活动 那所以 其中呢 难免 衍生出一些 利益上的冲突 以及呢 这个 人的性恶的一面 但是呢 基本的出发点 都是好的 那所以呢 在民间这样的一个现象啊 也说明了 大家对于理神明 这个理神的动作啊 那他是有他的潜意识的存在 也就是说 人对于神明 基本上的那种 理静啊 是有的 可是呢 他没有办法 把这种 基本上的理静啊 实时用在生活上 除了说 到了庙宇 到了这个 先佛的 活动 纪念日 这些神明的 出巡 等等的 才有用到 才会想到 理静这个动作啊 那平常呢 是 视神为无物啊 那么在台湾的一个 更奇特的现象 那就是 牵六合彩 六道彩 这种 求神 拜神的 一个 举动 那可以说是 让人匪夷所思的 世间 是不是有这些神明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在我们这个时空之中啊 还有各种 无形的众生 跟我们住在一起 这个 不同维度的空间啊 那有住着 不同的众生 所以呢 在我们的 这种电视上 常讲 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的这些生物啊 的这些众生啊 常常来 影响到 我们的生活 那对于鬼神的探讨 的这种电视节目啊 那尤其是呢 这个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 热络 那么 最近听到一个消息 那就是呢 在 现代的玉皇大帝 第十八代的玉皇大帝 还没有上任之前 还没有上任之前 那么听说呢 这些 这种 天地的鬼神啊 对于他们的神职 已经呢 厌倦了 对于他们的神职 已经 没有什么信心了 因为呢 他在这个 大地之间 山河大帝啊 他管理这些 众生 管理这些 人类的 秩序啊 已经呢 看不下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做坏事的人 没有办法得到报应 做恶事的人 不能够马上 让他受报 所以呢 这些神啊 也看不下去了 那么 以前的人 做坏事 以前的人 根基福德 还很厚 所以呢 对于做坏事啊 他们还会 战战兢兢 还怕 为人所知啊 所以 这样的一个心态啊 让他所做的坏事 也不敢是 做太大事情 那么 他即使做坏事 他还有一些 善根福德 在支持的他 那所以 这个 所谓的现世报 并没有那么快 就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到了 现代啊 已经不是这样子了 那么 这些诸天 神明啊 因为看不到 现世报 那他对于这个 管理人类的秩序啊 也已经管理不下去了 感觉到说了 这个世间呢 到底还有没有天理在 哦 这些神明也怀疑 有没有天理在 那么我们 我们曾经说过 神啊 也是六道里面的充身 那所以呢 当这些神在治理人类的时候 他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些人 受了 做了这个恶事 还没有受到果报 即使他已经公文 已经逞上去了 可是呢 判决还没有迟迟下来 这个是为什么 所以呢 一些所谓的王爷之类的神啊 纷纷的联名 向玉皇大帝抗议 哦 大家呢 要准备罢工了 我不干了 在21世纪啊 的这个年代啊 就是 几乎到了 我神明我也干不下去了 因为为什么 做了坏事 人心越来越坏 做了坏事 没有受到报应 那当时的玉皇大帝啊 就跟他讲 你们烧安雾躁 现在玉皇大帝呢 将要改选 选出来了 这位玉皇大帝啊 一定呢 会让你们呢 心满意乎啊 会让大家呢 对于 这个神礼的 神指的这个治理啊 一定会称心如意 所以呢 叫大家呢 要烧安雾相 雾躁 要呢 这个平心静气啊 那么你看哦 我们人这个世 这个环境啊 你看我们住在这里 你看我们住在这里 管我们的鬼神 有多少 单单看我们人 人 一个人 就有所谓的三思神 就有日游神 夜游神 还有这个赵神 来在记录我们一天的 这种言行 功过 那么呢 修道人 还有一个报式灵筒 这个在华言经 讲到同名同生 跟我们到场 讲报式灵筒 这个意思一样 上二同子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一个人最少就有五个神在管他 那修道人有六个神在管他 那这个平常我们去的地方也有神在管 你看我们这个房子有没有地基主 有 所以你要拜地基主 那么有没有住在这附近的这个鬼神啊 土地神 或者是说 这些昆虫的神 草木的神 有 那我们这个县市 我们这个乡镇 有没有乡镇的神在管 那个种 我们说现在的镇长 镇长 有没有这种鬼神 肯定有 像城隍 像这个土地公 都有一定的管理范围 那么 这些神 都知道我们的起心动念 都知道我们的一言一行 所以呢 他们都掌握住我们的资料 了解到我们在世间 所做的一切 你看地基神是不是很了解我们 虽然我们不晓得地基神到底在哪里 可是呢 他 我们这 我们这个家 我们必须初一初五要拜地基神 这是 中国人的礼书 那各种 节日要拜各种神 所以管我们的人 神的神啊 太多太多了 等下你看 我们在这个云宁县 云宁县也有县 县城隍 这个城隍管着我们 它有我们的资料 那我们的资料到底 被记录到哪里呢 其实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意识 我们的八四田中啊 有记录着我们一生的这个言行 从小到大 当你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啊 都被记录着 其实呢 也不是一生哦 应该说呢 累劫累世 你的潜意识都储存在你这个八四田中啊 阿赖也是啊 那么这些神 有神通 有鬼通 鬼有鬼通 那鬼通当然比不上神通 那神通 更比不上修行正果的人啊 那修行正果 最高的当然就是佛 就是菩萨 圣贤人啊 那所以呢 所有的这些鬼神啊 他们通通可以 进入到我们的阿赖也是 去调取我们的资料 这个大电脑啊 大仓库啊 一个储存库 它随时呢 可以去调取 你的资料 来观看你这一生 你的这个功过言行 那所以说 我们除了地基主 在管 土地神在管 这个 城王也在管 还有呢 世间的这些 山河大地的鬼神 也 在管理着我们 我们说一个人就 就五个神了 这些都还不算哦 那么城王也在上去 有没有一个国家的神 有没有一个这个地球的神 也是有 那有没有一个这个 一个小千世界的神 大千世界的神 这样城城上去 你看管我们的神 有多少 那可以说是 数不尽的神啊 所以一个人啊 被神明 所知道啊 那个是很 自然的事情 单单这些鬼都知道 其实我们在 世间治理 我们人世间的 一切事项的 其实呢 在佛家都叫做鬼神 那么鬼神 他也有鬼通啊 那所以呢 这个鬼通呢 他也是 记录着人的 这种 善恶 言行 你做善了 他高兴 做恶了 他就 不高兴 他会惩罚你 他会呢 让你得到各种的 这个灾解 所以我们要不要理神明 这个跟我们昨天讲的 那个自信的神明 是不一样的 虽然是一个 神明共同体啊 可是呢 因为他们是众生 六道凡夫的众生 所以呢 当他们用 鬼神的形象 来记录 我们言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 受他所拘束 一个人 为什么 有命运 因为呢 人一出生 就有一个树 在那里 钉着他 这个命呢 照着这个树啊 来 来走 你几岁了 你要 领多少薪水 你 什么时候娶老婆 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子 那 这个一生 有多少的 薪水可以领 这个呢 都叫做命述 都已经算定了 谁算定了呢 其实也不是 谁算定的 是自己算定的 自己的业力算定的 那么这些鬼神呢 根据你的业力 来严格的 来记录你的行为 然后呢 禀报 禀报上面的人 一层一层抱上去 那最上面的人 是谁呢 掌管我们人世间的 的这个 种族管的 那个神 那就是玉皇大帝 我们说提供啊 那所以说 提供是我们世间 所有一切的主宰 主宰神 那么万神呢 都是他的部署 那我们刚才讲的 这些 土地公臣王爷 妈祖等等的 都是辅助提供 辅助这个玉皇大帝 来治理人间的 所以在理神明 这个部份啊 我们对于这些 大大小小的神啊 无不是要 存着恭敬的态度 你要知道 他掌管的 我们的生活 那么我们 如果不恭敬他 他会来修理你 他会来干扰你 所以理神明 要为什么 你是真正的 发出诚心敬意 真正的对他理经 跟他和平共处 然后呢 做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就看我们人就好了 人的资料 我们现在呢 住在这个地方 乡镇长 乡镇长那边 有我们的地级资料 有我们的个人的资料 那么县政府 也有我们的资料 县政府再上去 内政部 也有我们的资料 内政部代表整个国家 所以呢 整个政府人 通通有你的资料 他们只要 进入电脑 打入你的号码 就把你这个人的档案 通通可以秀出来 你看我们人在这个国家里面 管我们的人 在记录我们的人 就非常非常多了 那么何况啊 这个无形的空心之中啊 管我们的人 管我们的神啊 那更多更多 那所以呢 对这些神呢 我们要处于这种 无不尽的状态 因为呢 他随时在我们旁边 包括我们现在在讲课 可能就有一大堆鬼神 在旁边听 那他看你在做什么 听了有道理 他会慢慢来 接受 欢欣喜悦 或给你闲话 听了没有道理 吐口水 慢骂你 这个是从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 他有一个故事 说呢 两个和尚 在庙里面 本来在谈论佛法 在谈论佛法的时候呢 这个护法神啊 通通过来拥护 这个气氛非常的良好 整个现场呢 十分的庄严 目术 可是佛法谈谈了 结果呢 谈到了这个 对于修道人的 对其他修道人的批评 等到了他一批评 这些其他修道人啊 那他的 这些护法神 通通就离开了 离开了就没有神了 要继续再讲 结果呢 修道人批评完了 就批评 这个国家政府 就开始呢 有一些不好的言语出来 当他有这些不好的言语出来 结果呢 附近的这些恶鬼啊 鬼神啊 通通聚过来 对他吐口水 对他慢慢 对他踹脚 那他当然没感觉 可是呢 事后他 他就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啊 我们才知道说 人间思雨啊 这个天文若雷啊 暗示七星 神目如电 人间一个动念啊 就好像呢 上天一个闪电一样 你是好的 坏的 就好像有那个感应啊 随时在上天感应 尤其是暗示七星的人啊 神目如电 那神明啊 看得更清楚 你哪逃得掉啊 你要逃去哪里啊 所以有的人不相信因果报应啊 不相信神明的这种 鬼神之说 那么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 你不相信不代表 你不会受因果报应 如果说你不相信 就可以不用受因果报应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没有所谓的这些宗教团体了 不需要宗教团体 不需要这些神明了 我们也不需要讲这些人生道理了 没有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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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连佛说的都已经否定了 佛都否定了 那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呢 那么 事实上是这样吗 也不是这样 你不是 你不相信因果 你还是 得接受因果的报应 那么你还是得接受因果的报应 所以呢 当你在接受的时候 只有你感觉到痛楚了 感觉到不愉快了 感觉到生命了 有限了 那么 那个时候你再来反悔 你再来相信 都已经太慢了 有的人不会慢了 但是呢 有的人也都已经太慢了 要等到下一次的轮回 那个觉悟的心啊 不晓得什么时候还会再起 那所以 为什么 这个道之宗旨 把今天地理神明 看得这么重要 放在这个前面这两句 这个说明呢 这个道 在我们生活之中啊 有三种关系啊 我们一定要分别清楚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 我们自己跟身心的关系 信心深 三者的关系 你要把它搞清楚 这个搞清楚 你必须呢 透过你的证悟 你必须透过你的修行 以及呢 你的这种六度 你才能够搞清楚 接下来我们讲到 课念作圣的问题 那个等一下再讲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跟 这个 人跟人 人跟社会的关系 你要搞清楚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 所以呢 社会之中 有各种人 各式各样的人的互动 这种人跟人的互动啊 你必须呢 清楚明白 而且呢 你要 尽职 做到 尽好你自己的本分了 这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 所以在社会上 我们讲什么 五轮 我们讲三纲 我们讲这个八德 这个为什么 儒家 特别重视这个 特别重视这个的原因是因为 整个人是群体的 我们说物与类聚啊 人与群分 人是因为群体而聚在 在一起 我们今天会组成这样一个国家 那么我们就是跟这个地方的人有缘 所以呢 来到这个国家 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民 跟这个人民 互相相处啊 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规则 我们说人世间的游戏规则 人跟人之间有一个道理在 那这个道理呢 还要能够弃理弃机哦 你不是说呢 理通了 然后呢 这个其他就不用顾了 人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兼呼着情理法 那理摆第一案 那理通了 你在 你在这个 辅助于情 辅助于法 情理法三者不可便废 这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 那么我们会有单独的 的这个条目啊 要来讲人跟社会的关系 第三个呢 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自然 包括了这个天地鬼神 包括了这些万物 我们人 如何跟这些天地鬼神共处 如何跟万物共处 这个是呢 我们道之宗旨 告诉我们的 这个三个重点 哇我们再 必须再附送一下 第一个是人跟 心性的关系 第二个是人跟社会的关系 第三个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那么今天地理神明 就是人跟自然的关系 道之宗旨 把这个摆在第一条 那表示呢 人在这个大自然之中啊 你还有看不到的这一面啊 你要去尊重他 你要去理尽他 看不到的鬼神 随时充斥着 我们的这个灵异节目 常常看得到 鬼神都在我们旁边啊 那么 鬼怕人 人怕鬼 那谁比较怕谁呢 按常理来讲的话 鬼应该更怕人才对啊 因为呢 人有阳气 鬼是纯阴气 鬼有七分怕人 人有三分怕鬼 所以我们应该是 人应该不要怕鬼才对啊 那么人会怕鬼是因为呢 你的心虚 你的这个耗人正气不足 你的这个人跟自然的关系啊 你没有协调好 我们说人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空间啊 科学家证明有十一度的空间啊 这十一度的空间啊 就很像佛法所说的十法界 再加上一针法界 十一度的空间 那问题是呢 这个空间怎么进去呢 空间人进不去 不晓得怎么进去 但是呢 人呢 常常在 各种巧妙的机缘之下 可以进入某一种 某一种空间里面 比如说 有一个人 有一个和尚 法造 法造禅师啊 有一天呢 到这个山里面去 去这个云游 结果呢 就来到了 文殊菩萨的会场 哦 跟文殊菩萨 在那里 讲经说法 那么文殊菩萨还教他念佛罗方法 那他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啊 他把这个沿途啊 把这个路线记好 哦 下一次呢 还要再来 那文殊菩萨是佛经里面的菩萨 他怎么会出现在人世间呢 那他可能也没想到这个问题 他只是想到说 希望能够再来找到文殊菩萨 可是呢 当他走出来 这个 这一片竹林之后啊 发觉到 往后一看 荒烟漫草 哪有什么法子 哪有什么寺庙啊 哪有什么 佛菩萨 没有啦 当他再走回去 要去找 那一间寺庙啊 不见了 不见了 那这个不见了 当然可以表示说了 他走入了另外一个空间去了 那这个空间呢 在我们科幻片里面啊 就常常就演出来 这个无意间走入 的另外一个空间 那有可能 也会走入鬼的空间啊 那么听说 这个鬼啊 都是下午的时候啊 是他们 清晨了 所以下午 四五点了 鬼纷纷出来 那纷纷出来运动啊 纷纷出来 上街啊 那跟人一样 但是呢 时间是跟我们颠倒了 所以呢 晚上为什么我常常会 听到有鬼 白天很少听到有鬼 那是因为 鬼的做起时间刚好跟我们相反 啊 时差不一样 那么科学家 没有办法 进入到那个空间 他只能够理论推理 现在的 现存有十一度空间的存在 但是呢 怎么进去 不知道 谁可以进去呢 在以前啊 这个印度教 印度教的修道人 的修行人啊 他们利用禅定的方式 可以进入 这些空间里面去 那么按照他们的讲法 这个空间啊 是无限度的空间啊 不是只有十一度啊 无限度的空间 但是呢 依照人的禅定能力啊 他可以 进到哪一个空间去 我们讲 我们上次 听到说 一个明清见性的人 他可以在死法界 这个来回自如 这个是 他的这个能力 他的这个禅定 甚深的功夫啊 那么印度教的修行人 他们确实能够进入到六道 然后呢 观看六道的 这个人的生活情况 所以他们 出定之后 就告诉人 原来人 有六道轮回 有天界 有所谓人 有阿修罗 有鬼 出生二鬼 地狱等等了 有这些 六道的众生了 这个六道众生了 轮回不已 生生世世了 那好了 印度教的人看到了 问题是 他们也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他们也可以回来了 他们又想到一个问题了 那么六道之外 还有没有空间啊 哦 他看到六道是 不断在轮回的 那么 怎么样 可以超越六道轮回 这个是印度教 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印度的 那个哲学啊 他那个思想啊 是非常高层次的 印度的那种 学术的发展 事实上呢 当时是比中国还要高级 后来印度教呢 那出现一个人 这个人呢 我们都都知道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 出现了这个人之后呢 他想要掺讨 人到底怎么样 跳脱六道轮回 他遍访各 这种印度教的 这些长老 想要学习啊 这个印度教的法门 他也可以进入 六道轮回 他的禅定的功夫 也已经达到了 老师没有办法再教他了 可是呢 还是在六道轮回 他感觉到说呢 他自己一点 一点能力都没有 被六道拘束住了 他想到他以后会做天神 可是呢 做完天神还要堕落 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那么人世间都这样 我到底有没有办法 找到一个可以超越六道轮回的方法 为了解决 为了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 彻底解决 人的生死的问题 他放弃了 陀罗门的学习 印度教的 所有的这些 学习的仪轨 完全放弃了 因为呢 他在雪山 苦行 六年到七年 没有成就 其实成就已经很深了 在印度教来讲 但是呢 成就再深 没有办法超出六道轮回 那么 等于没有成就 所以他当时 立定的志向是 非常的高的 真的是下绝志 不把这个生死这件事情 把它搞清楚 把它弄明白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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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绝对 不 不再 从这个菩提树下起来 他就坐在那里 禅定 哦 做甚深的禅定 然后思维 整个人生 宇宙的道理 哦 为什么 会有宇宙 为什么会有这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些万物 还有这些三合大地 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 那么 听说呢 他在打坐的时候啊 已经 就是做到了 没有力气了 因为打坐期间呢 完全没有进食 他起来 想说要去喝一口水 结果呢 整个人都 没有办法复喝 哦 整个人没有办法站起来啊 哦 要弯下去喝水的时候啊 就倒在河水旁边了 那么听说有一个牧羊女 刚好呢 从那里经过 看到一个沙门 已经呢 瘦的皮包骨啊 好像呢 昏倒在那里 那么他就拿 他的这个羊奶 给这个释迦摩尼佛喝 哦 就是 在喝下那一口羊奶 释迦摩尼佛 才若有所悟啊 他在整个那个 整个身心灵的 那种激转啊 突然就活落起来 因为饿太久了 有了这一瓶牛奶的滋润啊 哇 整个机能就活起来了 而且呢 他在喝那个羊奶的时候 看到那个牧羊女的眼神啊 是多么样的慈悲啊 牧羊女真的是 一种人世间最美的 那种慈光啊 在关怀着她 就好像她以前看到她 她的这个阿姨 看到他们这些 真的关心他们这些侍女 这些仆人 他们那种眼神一样 他发觉到说 人世间有一种 非常可爱的眼神 非常可敬的眼神 那种眼神呢 是不会消失的 那种眼神呢 是每一个人都有的 只要是人 都有那一份慈想的光 他就是从 透过牧羊女 那种眼神的光啊 了解到 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慈光 那么她就若有所悟啊 非常感谢 这个牧羊女 这一品的养奶 那回去之后 又坐在菩提树下 开始去参悟 那个牧羊女 眼神的那个慈光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她会有这么样 安详 那一份充容 那一份自在 那一份美善的 那一种 慈光呢 就在那一天 晚上的时候 发觉到说 这个整个夜空啊 非常的安静 然后呢 这个星辰点点啊 这个星辰点点啊 不断的闪烁 来这个视线的 这种夜色之美 她也是遥望到 这个星辰的那一份 光辉 呼应到 牧羊女 那个眼神的光辉 结果呢 她就开悟了 那就是这样开悟了 那你说 她到底悟什么 用常人的 的知识啊 用常人的智慧啊 大概也没办法了解 她到底是悟到什么 但是呢 我们可以知道 一定有一个 永恒的东西 让她看到了 那这个永恒的东西呢 它不会因为 时空的变化而变化 也不会因为 对肉体的不同而不同 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在 在哪里 在生命里面 生命在哪里 生命在花草之中 在树木里 在大地上 在土壤 在粪便 在众生里面 在众生里面 每一个角落 每一处 每一处 它都 具有 生命的力量 一切三合大地 都是这么样的 活灵 活现 所以她看到了 那个永恒的光 跟 星辰的光 还有牧羊女的那个光 想到 人 人类的那份光 还有了 整个三合大地 整个天地的那份光 她就开悟了 你看我们每天 晚上的时候 都有灯光 灯光还非常的亮 我们每天都需要灯光 我们每天看着灯光 为什么我们就不开悟呢 我们没有办法开悟 为什么 释迦摩尼佛 却开悟了 开悟之后 她讲了那句话 那真的是 充满了智慧 奇灾奇灾 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 执着不能正德 众生都有 那个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她看到这个 那一份光 证实到 人的那一份自信 是圆满 是 是充足的 跟六祖慧能形容的 一模一样 每一个人 都有那一份 这个智慧得相 智慧圆满 得相圆满 相貌圆满 所以佛被画出来 那个相貌是圆满的 它的德性呢 是周遍一切万物 那智慧呢 了解到整个宇宙的 这种生成变化 来龙去脉 都已经具足了 所以她成佛了 那么她视线成佛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就是说人 经过这样的努力 一定可以成佛 我们可以成佛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本来是佛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的 如果说我们本来不是佛 而慢慢去努力 去成佛 那么呢 这个路呢 永远也达不到 但是呢 如果你本来是佛 你慢慢努力去达到 那你一定可以达得到 这是释迦牟尼佛 所视线成佛 要告诉我们 那就好像我们回家 我们知道 我们那里有一个家 只要呢 我用往家的方向好好走 一步一步走 慢慢的接近家 一定的终于走到家 回归到本来面目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你根本不知道 你的家在哪里啊 你要往哪里走 所以这个就是众生 他没有办法了解到 这个 先佛菩萨 圣贤人的旨意的地方 圣贤人 先佛菩萨告诉我们 你要的家就在那里 你只要往这个方向走 跟着先佛的路去走 那就对了 那先佛的路呢 对人来讲 是充满规矩 充满拘束 所以人不愿意走 但是有心的人 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你只要按照师父的路 去走 一步一脚印 一定能够成功 这个是佛陀 他给我们视线 一个最好的 那种典范 我们说学为人师 行为示范 学就要学 学到人师的 那个样子 也就是说 你有办法指导人 你有办法领导人 你有办法带领 这些迷茫的众生 回归到本来面目 这个才是人师 现代人 号称为师 自己称自己为老师 那么他有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在自信上解脱 在智慧上 德性上圆满 没有办法的话 那么他只是一般熟人的师 他只是知识技能上的师 他不是民师 今天我们要找的是一个民师 告诉我们 怎么样 这个跳开 这种六道沦迴的束缚 怎么样超越生死的 这样的一个拘束 我要回家 我要成佛 我要变成我原来的样子 所以 人跟自然的关系 这个也可以说是 这个我们说 如来禅 如来禅 就是透过这种关系 印证到人跟天 人跟这种 无限的 人是有限的 跟无限的 这种接洽起来的 那一种通的感觉 非常重要 人需要 无限的支持 那种支持源源不绝 在我的 修道的历程 我需要这样的力量来支持我 那种力量 你要通 那你就是要怎样 进天地理神明 你要把你的 这个成敬的心拿出来 一分成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得十分利益 所以 对于老师的教委 你要听话 在民师的面前 我们什么都不是 我们只能够对民师说 是的 老师 老师教你怎么做 你就跟着怎么做 是的 老师 你没有任何疑问 没有任何反驳 就像言辉一样 不悔如语 看起来呆呆的 可是呢 永远不会违背老师的意思 老师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结果呢 言辉成圣 言辉回归本来面目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修道人 就是没有因为这种根性 也不是上智 也不是下雨 下雨的人 他也没有疑问 没有疑问 还好教 只要老师教他怎么做 他就用功的做 好好做努力做 他也会达到跟上智一样的目标 最麻烦的就是中间这个人 也不是上智 也不是下雨 中等阶级的人 中等程度的人 这些人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我 就是在 在我们人世间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怀疑特别多 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 那么佛出世间 就是要告诉各种方法 帮助这些人 把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放掉 那个智慧 这个 德能 还有向好 本来具处的 只因了 妄想执着 而不能够正德 妄想执着 放掉了 你就正德了 所以修道 在学什么 学放下 放下的功夫越深 你得了禅定就越深 你的智慧也就是越明朗 我们说见性 你见性的功夫呢 就正一德 见一德法 正一分的法身 破一品的无名 修道在修这个 修道没有在比 你是典软师 你是讲师 你是自身 你是之前 你度多少人 你没有度多少人 不是在比这个 你的庙有多大 道经有多少 这个呢 都只是表象的功夫啊 我们以前 可以说 在老前人 那个时代 大德德 还注释的时候 那么呢 你办道成道 只要你用心办 好好的办 你可以成道 现在呢 不行了 大德者已经不在了 我们得不到 屁印了 我们必须自己来 自己来 就是让自己 成为大德者 你不让自己 成为大德者 你的修行功夫 不圆满 你光在搞 这些外在的功夫 你内在不圆满 你永远也没有办法 超越六道轮位 你的德能 没有办法 具足 我们说 像好 你看像好 释迦摩尼佛 开悟之后 他还要修一百节 的像好 你看佛陀的像 这么圆满 他还要特地去修像好 为什么 因为像好 可以吸引人 人家看到佛菩萨的像 都是这么样圆满 这么样庄严 这么样好看 他也想学习这样子 他也会被 佛像所吸引 所以 我们说 道貌岸然 这句成语 是因为这个人 修行 是很有德性 修行有功夫 他才会道貌岸然 修行没有功夫 看到他病气奄奄 看到他 这个脸色清黄 我们哪里看得出 他有什么道气呢 修行好的人 他自然表现在外 就是他的像好 你看观圣地君的像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 佛菩萨的像 都是很特别 那今天我们在修行人上 在拜扬道长上 有没有看过 这种那么相貌特别的人 很少 那是因为 真正下功夫的人不多 下功夫的人不多 那么显现在外的 你当然是一些 这个脾气毛病 这些冤金寨主的 千禅 所以在我们道卿之中 虽然我们都是 民私之徒 可是呢 我们受到冤金寨主的 这种拘束 摧残 折磨 那是很多很多 用尽的各种方法 也没有办法消除 求神 拜佛 甚至老师 清理借教 都没有办法解决 那是为什么 因为你 因为你跟那个无限的还没有通 你看人为什么会跟神那么疏远 就是因为你没有通 你要常常通 人跟人之间有所谓的过节 有所谓的不了解 那都是因为没有通 就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疏离感 如果说你常常去拜访他 常常去跟他 谈天 聊天 常常去跟他沟通 那么你不就通了吗 你们两个人怎么会有问题呢 彼此都很熟了嘛 那么你为什么不跟民师 跟佛常常沟通呢 找神聊天啊 找圣贤人聊天啊 那你常常通 你就可以 圣贤人是无限的 你就可以跟无限的相通了嘛 一个人 有那个无限的在支持你啊 那这个人啊 就已经通了 因为他本身也是有无限 他本身那个内在的神性 已经被启发了 所以呢 他可以回归到本来的面目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不是特别去找方法哦 民师在在告诉我们 民师没有传到给我们了 到本来是我自己就有了 我本来是圆满 是居属的 是美善的 但是呢 我因为我的妄想分别之所 把我的那份圆满美善 给障碍住了 我没有办法找神来沟通 因为呢 那个通通过去 有障碍 有障碍 你必须呢 想办法把它疏通 所以今天理神明就是要想办法疏通 回归到这种神性的那一面 所以我们不是往外理神明 要往内理神明啊 内在的那一份妄想分别之所 那个才是真正的障碍啊 外面的那个障碍 外面的那个石头 那不是真的障碍啊 那只是眼前的 那只是虚妄的 那只是把你吓到而已啊 你不要被他所吓到了 因为他本身是虚妄的 那么你怎么会被虚妄的东西给吓到了 那是不可理喻啊 那你是没有智慧 所以呢 我们今天怎么办 今天地理神明 从爱国宗世 孝父母 宗世尊来做起 你每天这样通 每天在做疏通这种事情 做不通了 找老人聊天 老人不是年纪大的人啊 当然我们在道场 有前辈们可以跟我们指导 修行很好的前辈 但是呢 你也不可能常常去找前辈啊 那么你要怎么样去找老人沟通呢 圣人的经典 你看六祖谈经 你看这个道之宗旨 老师的经训 先佛的训文 都在教我们 怎么样可以疏通 找到那个无限的 那个神性 当你找到了 你要赶快去通了 赶快去悟啊 赶快去打通那个关节 不要再死在屎服桶里面 不要再把别人的垃圾 装在自己的心里面 不要再在意对方的批评指教了 不要在意了 人世间的这些纠葛 人世间的这种人生问题啊 已经不是我们的障碍了 我们的障碍在里面 我们的障碍在妄想 在分别 在执着 这些无名的烦恼 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所以你在烦恼什么 烦恼事业 烦恼这个经济生活 烦恼小孩子 不听话 烦恼老年人多病 烦恼自己的身体 不行啊 你烦恼这些做什么 这些都只是一种过程而已啊 这些过程是帮助你疏通 找到你内在那个神性 让你呢 能够呢 赶快放下这些妄想执着 让你真正能够一念不生 一念不生所做出来的这个动作 就是真正的理神明的动作 你一念不生 你对待人 没有是非对做 没有是非人我 你看人都是佛 看动物也是佛 看这些善恼大地 都是佛 都是道德化现 这个才是理神明 但是呢 我们没有办法 一下子 通到这种境界 疗悟到这种境界 所以我们透过 共花 共水 共茶 共果 透过这个佛堂 透过这些 先佛的 神形象 来告诫我们自己 但是当你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你要清楚楚的了解 这一切都是表法的作用 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法 都是为了找到我的神性 让我的神明起来 这些表法就是理 理呢 透过外在的理 了解到里面的理 里面的理就是一念不生 我们说君子人物 一个君子人物 他的起心动念都是善的 他才有资格做君子 但是呢 君子还达不到贤人的标准 贤人呢 是起心动念都很少了 没有什么起心动念 到了圣人呢 是一念不生 发而重结 那是圣人的标准 我们要达到的是圆满的 是圣人的标准 但是呢 我们看看我们到当 被称为君子的都很少了 何况还是圣贤人 顶多呢 听到人家称为善人 好人 不错的人 真正的称赞这个人 这个人是一个君子 哇 这个就已经不简单了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智慧得能向好 比不上古人 渐渐的这些都失去了 甚至我们外在的这个肉体 也都失去了那一份 那一份自在 那一份那种 从容 古时候的人这么魁梧 这么强壮 高大 对于各种的打击 都能够耐得住 你看观光那个时代 那些人 为什么都长得那么魁梧 那就是因为他们 智慧得能 具足啊 所以向好 向好是因为智慧得能 产生的 那所以我今天也告诫我自己 今天我的身体 为什么毛病那么多 因为呢 我的智慧得能还没有通 我没有找到那个神 明的部分 我还没有一直 来找神明沟通 要常常来找 常常来找 这个方法是很多 上山的路有很多条 可是目标都是一个 所以我们常常建议说 一门深入 你就在一个方法上 一条路上 好好的走 好好的去通 那你就可以找到神明了 那譬如说你就喜欢 喜欢礼佛 那你就礼佛 用礼佛这个功夫 喜欢念佛 念佛最 现在是最热门的 可是我们道场并没有强调念佛 我们道场也有念佛这个功夫 我们也可以唱三歌 每天唱三歌 跟先佛 这个心灵交感 我们可以看经书 我们可以扫地 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 我们可以存着这种布施的心 去指挥交通 去做煮菜的工作 在在世事 通通可以 找到你内在的神明 问题是你有没有放下了 这个是重点 你到底放下了没有 那个无明 那个妄想 那个分别之所 那个你放下了没有 这个是今天我们说 道之宗旨的 这个三个方向 我们要 必须要 下功夫的地方 在自然上 在社会上 在这个身心上 道之宗旨通通告诉我们 应该怎么做 只要我们照了道之宗旨的指示来做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归 此事呢 必须从信中做起 这个是六祖禅经 里面的一段话 此事 是什么事呢 生死大事 我们昨天 讲到释迦牟尼佛 放下 他的知见 放下 他在 佛罗门教 所学习的一切 放下 他的 妄想 分别执着 阅读明星 然后呢 他就看到了 一个永恒的生命 那么 他超越了生死 所以呢 六祖禅经这句话 他告诉我们 此事必须从信中做起 所以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必须呢 从自信里面流露 所以我们讲 进天地 里神明 要回过头来访问自己 进天地 进什么天地 进什么神明 原来呢 这个都是从自信 启发的 也就是说 天地 是我的良知本性 神明 也是我的良知本性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了解世界 因为世界就在我的心中 我不需要去探讨宇宙 宇宙就在我的内心 我要了解到我的内心的世界 只要你找到那个核心点 只要你找到那个方向 那么你就可以拥有这些逍遥自在 清静的本体 你就可以天地习皆归 那这件事情呢 只有民师可以告诉我们 只有圣人可以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呢 福不能救 你不能够用福报 来希望呢 来改变这种事实 不希望 你不希望呢 用福报呢 来跳脱你 想要跳脱的生死沦为 你再多 做再多的好事 慈善事业 救济的事业 但是呢 如果你是在修福德 没有办法帮助你超生了死 超生了死是信德的大事 那信德是本质具足 所以你要往内追寻 所以呢 救度了这个救济的事业 慈善的事业 那是往外去帮助一些苦难的众生 那这个是必然的动作 但是呢 从这个动作之中 我们要了解 我们外在的这些苦难 并不是 从外在发生的 而是从我内在发生的 这个内在发生的是因为 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这个观念呢 我们要牢牢记清楚 今天呢 哪一个国家发生动乱呢 是我的身体的某一个区域发炎了 生病了 你必须去安抚它 现在呢 全球的冰渐渐暖化 融化掉了 那冰快要没有了 冰没有了 海水就要上升了 看了2012年这部片啊 那么感觉上呢 没有想象的这么样震撼了 但是呢 它无非要告诉我们 那就是呢 整个海水上升了 沿沫道 连喜马拉雅山 连青康藏高原 西藏那个地方都淹水 那么淹水 这个 为什么淹水呢 因为火山爆发 引发了地震 引发了海啸 那个狂啸的力量呢 造成了整个地球都淹水 那么我们在看这些灾难片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 灾难是从自信中发起的 自信的无名 自信本来会不是无名的 那么自信呢 被心所蒙蔽了 心呢 被五一六成给蒙蔽了 五一六成来沾染 世间的这些 贪真赐爱 结果呢 两种力量加工之下 内外相失了 结果就引发了 整个连锁效应 所以今天 我们的政治家 科学家 在解决世界灾难的时候 我们直接修道人 我们也必须极其呼吁 每一个人回归良知本性 每一个人呢 回归到他自己本来的 这个本分 安分守己 人人各尽其子 各师其道 那这个呢 才是解决世界灾难的主要做法 每一个人现在呢 我们电视上看得到了 每一个人都想一戏自负 每一个人呢 都不愿意好好的一步一脚印来工作 那么抢银行的 偷骗拐诈 尤其是诈骗集团 无所不用其其 把老人家的一生的积蓄 统统骗光 那么他们把这些积蓄骗光 他们毫无羞耻心可言 也没有什么叫做同理心 如果说 他感受到 那个 他骗的人是他的父母 那他会怎么想 骗的人是他自己的老年生活 那他会怎么想 都没有办法将心比心 所以这是自私自利 所造成的整个世界的灾难 那么现在自私自利的 不是说那些坏人 还是自私自利 我们每一个生活在 现实生活中的人 都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说福不能救 大家都想要追求福报 签力而采的 求名牌的 一大堆 那么追求时尚的 高奢华产品的 投资理财的 都特别多 没有一个人知道 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 这些钱到底是不是 我这样去照他的方法 就可以去求来的 没有人去探导 只有真正明了的人 明理的人 那明理的人会是谁啊 修道人 可是修道人也有很多不明理的 没有错 所以呢 一定要修行要有所证悟 此事必须从信中做起 你必须要了解良知本性 良知本性 在道之宗旨告诉我们 你要从今天地理神明 爱国宗旨做起 我们今天要讲爱国宗旨 进入到爱国宗旨 就已经进入到 人跟社会的关系 大家还记得 道之宗旨所讲的三个范围 人跟自然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还有呢 人跟心性的关系 这三个圆满了 我们自然就回天了 简简单单的二十一句话 我们能够做到 其实呢 得一善而全全福音 你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圆满其他事情 那做到了根本呢 你要知道 明治意识点在哪里 你的良知本性在哪里 你的良知本性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今天你如果了解 你不会再让自私自利 充满你的生活 充满你的这些言语动作 你不会再让你的 这些贪生自慢 继续弥漫在我们的周遭 所以大家要好好地来思索这件事情 廖主会能教人 这个五分 自信五分 法身香 烧这个香 来忏悔 参其前间 悔及后过 忏悔 以前我们都不晓得这样的道理 从今天以后 我所做错了 我不再犯 我是不二过 真正的不二过 那么你可以 找到你内在的核心 找到你的自信迷陀 自信净土 也就是说我们自信的迷乐 我们迷失这一点 我们有这个祖师的加持 有迷乐祖师 的一个庇佑 所以呢 我们的力量不够 没关系 还有一个私利 可以来给我们担当 但是私利的加持 要看你自己的力量 你自己的力量一定要起来 那么私利才有办法 完全得到 得到加持 你看那个太阳光 普遍的照在大地上 但是呢 我如果用一个放大镜 把太阳光聚焦 我就可以把太阳光 变成火 燃烧起各种 紫草 各种 这种干燥的 树木 我就可以燃烧起火焰 那么我如果用太阳板 太阳能板 我就可以把太阳能 变成电力 变成我们现在 生活上的 这种能源 那么同样是太阳 普遍在照在大地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 可以把太阳变成火 有的人把太阳变成能源 那么这个就是呢 你对于太阳的 那一份 那一份用心 那一份诚心敬意 我们如果把太阳光 比喻成天恩施德 那么你对于天恩施德 你有没有那个 可以像放大性一样 聚焦的心呢 像太阳能板一样 吸收的这个力量呢 当你的心完全敞开了 完全接受阳光的普照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阳光 聚焦起来 燃烧起你的生命的火焰 形成一个能源 这个能源呢 循环不已 绵绵若勤 用之不解 这个是我们自信 自己朗性的一个能量 跟祖师大德 这样的一个 的那种心量 心心相应 交融在其中 这样的一个交融 让我们呢 有更大的智慧 更大的能量 来改变这个世间 成为世界大同 所以我们今天讲 爱国宗室 我们希望呢 爱国最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世界太平 世界大同 孔老夫子没有做到 观生敌军没有做到 但是到了今天 白羊祖师 来点到 我们这些白羊使命的 这个天使 我们要帮助 组织大德 来完成这件事情 完成这件事情 要怎么做 要从自己做起 绝对是要从自信中做起 你不了解你的自信 你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 我们说 我们说 误后起修啊 你都没有误了 怎么修 别说修了 你想要做一个 帮助别人 你都不可能 所以误后起修 这件事情 我们 白羊的修士 要非常清楚 非常了解 今天 没有人像我们这么幸运 得到明示一指 得到宝贵的三宝 明示一指 还教你呢 这个口诀 还教你合同 这个三位一体的 这样的一个修行方式 让我们直操礼天 直接呢 跟这个 弥勒祖师啊 这个 学乳交融 照理讲 我们应该 可以跟 弥勒的进度 互动生息才对 我们可以来去自如 我们可以生死自在 因为我们得得到 我们知道 那个道 要怎么走 这个是我们今天 得到的宝贵 如果说 今天我们 得到这样讯息 可是呢 还没有 知道明示这一指的宝贵 那你就 太可惜了 你失去了 千载的好机会 这个机会呢 稍纵即逝 今天我们讲爱国 我们要知道 国是什么 国的基本单位 是家 那家的基本单位呢 是人 那人 主要谁在操控呢 是心在操控 所以爱国 你必须呢 从你的内心发起 爱国不是面对政府 面对公务人员 面对这些 坏在的这一切 不是 不是这样子 爱国要真正的 从自己爱起 你洁生志好 你品格高超 你这个国家呢 人民讲 讲 手里讲法 这国家自然就上轨道 所谓国亲风雨顺 官亲百姓安 七贤夫嫂获 子孝母心宽 这句话呢 是非常有道理的 那国家呢 这个风调雨顺 是什么原因 是每一个人都上轨道 尤其是国家的这个政府领导 都上轨道 那风调雨顺 所以当时 周文王在世的时候 国家发生地震 发生地震啊 这个人民啊 就这个恐慌啊 天文官啊 赶快来报告文王啊 国家发生地震啊 大王啊 必须要有所作为啊 那周文王问啊 到底要怎么做啊 那天文官也不晓得 要怎么做 看来啊 要把这个城墙加高 把它城墙啊 这个 这个 加厚啊 地基让它稳固一点 那尤其是皇宫啊 要加强地基的稳固啊 这个天文官这么建议啊 周文王听了呢 闭着眼睛也不讲话 那么后来周文王他怎么做呢 他 这个 他就呢 大赦天下 暂时呢 不理国政 也就是说 他休息啊 休息上个礼拜 那他这段期间呢 由宰官来负责国家的事情 他自己 躲在这个房间里面 闭门在房间里面 向天地祈祷 所有的这个天灾地变 都是我周文王一个人引起的 那么我今天 一定有什么错 所以呢 会造成天地的震怒 那希望我的忏悔 那希望我的忏悔能够得到上帝的饶恕 他栽见沐浴 在那里静坐思过 祈祷上舱 忏悔磕头 在我们现代人想起来 这迷信啊 这是迷信啊 上周那个时代 对于迷信这件事情 用我们现代科学观念来讲 是非常的迷信 尤其鬼神之说啊 那么这个周文王 他说呢 这个就是我防止天在地面的方式 所以呢 你们这些大臣呢 你们都不要管 你就让我去做 然后做了这个三天之后 地震就不再发生了 那么他还继续做完 他的这个闭关自首 自醒啊 上个礼拜 出来之后 他告诉文武百官 他说啊 面对天灾地变的方式 我就是用我这种方式来面对 我希望天灾地变加在我的身上 不要加在我的子民的身上 这是周文王 圣人 他也是圣王 那么周朝有这样的开国君主 所以周朝呢 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一个国家 而且很有诡计的一个国家 必应在圣人的德之下 那么周朝呢 可以延续到八百多年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武王 还有一个周公 你看 这一家子出了三个圣人来治理国家 这个国家呢 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 那么我们知道 可是呢 我们已经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我们没有办法要求 我们这些做县长的 做市长 相正常的 发生天灾地变的时候闭门思过 倡慰 但是呢 我们今天自己 要闭门思过要倡慰 虽然说 我一个人 不一定是就是引起整个世界的灾难 但是呢 世界的灾难绝对跟你有 連带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逃不过 都赖不掉 一定跟你有关系 如果跟你没有关系的话 你不会在这个世间 所以现在 这个 暖冬来了 冬天也不 不冷了 可是这几天又很冷 寒流来了 天天气又变冷了 那么但是呢 科学家说啊 我们这个 最近这十年的天气啊 它的热的程度啊 比以往的这种年代啊 都还要热 那所以整个天气气候异常 那这个 这个时候呢 科学家呢 纷纷报导 这些现象 那他们有没有提出解决之道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解决之道 只是呢 他们的解决之道啊 怕有一点缓不济集 因为他们的这个计划呢 都太大 而且呢 工程呢太遥远 浩大又遥远 譬如说 在水 水面上 培养这些藻类 在海面培养这些藻类 那藻类能行光合作用 能够吸收更多的碳 吐出更多的氧化碳 吸入更多的氧化碳 吐出更多的氧气 哦 这个是 这个多大的工程啊 或者是说呢 把这个太阳能板啊 射到太空去 让太阳光啊 真的反射它的光啊 不要直接照到地球 这么强照到地球 将一些光呢 反射到宇宙去 你看这是多大的工程啊 所以他们提出 提出来了 虽然是好像有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呢 实际要做啊 那是非常的浩瀚 所以说有一点缓不济集 那么 政治家 他们最近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开会 提出呢 节能减碳的方案 结果呢 好像不了了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各国啊 为了自身利益的考量 他们没有办法节能减碳 他们必须依赖更多的能源 那依赖更多能源 当然就得产生更多的碳排放量 哦 所以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考量 所以基本上这个会议啊 是没有成功的 那么 为首的两个国家 美国跟中国 那么这两个大国家 他们纷纷没有同意 没有签 签这个合同 那所以 你看 这些国家 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哪里懂得 什么叫生命共同体呢 他为什么要拿钱 来帮助这些弱小的国家呢 想一想啊 这的确是一个很难下决定 我因为我是大国 那么 那么 所以我必须拿钱来帮助你小国 但是呢 每一个国家都要钱 现在能够出钱的就是那 那几个国家而已 所以呢 你看谁愿意呢 各国基于 你个人 国民的考量啊 没有人愿意啊 那所以这种会议啊 变成说只是直上谈兵啊 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气候暖化的问题 那么我们 如果说 回归到我们自己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来帮助这个世间人呢 后学一直在强调 每一个人 只要呢 回归本位 那就好了 整个世间就会改观了 回归本位是什么 回归到你应尽者的义务 你做父亲做好父亲的角色 做儿子做儿子的角色 那你做学生 做老师 做老板 做员工 你就做好你的角色 做好角色 尽好你的义务 那么让整个五轮的秩序啊 这样运转不 不不不不不不 啊 那么整个人的 这种秩序运转了 天地就运转了 天地的秩序就运转了 天地秩序运转了 整个宇宙的秩序就运转了 就不会有这么样 这个气候异常的现象 所以呢 这不是一个人 两个人可以 可以达成的 这必须靠 靠什么呢 靠道的力量 所谓天下逆 源之以道 必须靠道的力量 每个人都在他的生活上 注意到他的这个 言行举止 那我们今天讲到爱国中士 尤其是爱国中士 我们不要再批评政府了 你看我们每天的政论节目 每天都在批评政府 美其民事监督政府 建议政府 但是呢 这些民嘴啊 每天都在批评 那么他们这种批评的声音啊 增加了人民对于政府的仇视 对于整个社会的不安的观感 那么所以呢 这个人心啊 这个人心啊 越来越晃动 那世界呢 越来越不安 跟这个媒体啊 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我们都知道 媒体的从业人员啊 如果说有智慧的人 你不要去从事媒体 的从业人员 今天你散播出一个 负面的消息出来 你没有得到人心的 那种 教化作用 而扭曲了整个人性的价值 结果呢 人心呢 可能因此受到波动 受到呢 这个打击 或者是呢 受到恶面的 的那种教化 那这个责任是谁造成的 媒体所造成的 所以媒体工作人员 要不要负责这个因果呢 当然责无旁贷啊 那所以 今天如果 有智之士 他是媒体的工作者 他又是修道人 那么他所应该报道的 是这些正面的 光明的 有能量的 有正向能量的 这些 讯息啊 给民众 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 你今天不是啊 今天每天都在报那种 车祸的 自杀的 哦 这种八卦的 这种政治口水的 攻击来攻击去 每天都在报这个 国家怎么会不乱呢 以前的人没有 没有电视可以看 没有新闻可以看 没有这个广播可以听啊 他还可以啊 老死不相往来啊 你看所以 你看老子 他所提上的 整个国家的制度 就是老死不相往来 是最好的制度 哦 他说治大国 若捧小仙啊 治理大的国家 好像在监狱一样 那么简单 哦 这种道理啊 复杂的事情要用简单的原理来处理 这个事情啊 需要 需要智慧啊 需要智慧 需要人的良知本性 付出在其中啊 所以 爱国啊 谈到国家 谈到家 谈到人 你人做好了 家就顺畅了 家做好了 国家就顺畅了 所以爱国 是把人做好 我们一些公务人员 他里面也有不孝之徒啊 但是呢 只要他不影响整个政府的运作 那么 机能还算正常 那么这些不孝人员 他还是会继续做 作恶下去 那这些人呢 就应该受过 适当的教育 如果他在 这个 生活之中啊 得到这一点圣人的讯息啊 那么他在他的行为上 就会有所改 改进 那么当他回到工作岗位 善尽其指的时候 他又恢复增长了 这个身体发炎的现象已经没有了 那么不只是公务人员啊 整个百业都是这样子啊 制农工商都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 这个大学所讲的 治国平天下 那么治国平天下 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爱国宗事 爱国宗事更是两个道理 所以呢我们把它分开来讲 那么国家是我们赖以生存的 一个范围 你看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国家 我们可以在这里生活吗 没有办法 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嘛 也没有办法 你看没有国家的人 到处被赶来赶去 我们这一次去泰国 中泰的边境 就有这么一群人 没有国家 在泰国的边境 人家也不承认他 所以他的生活自生自灭 那么听说吉普赛 吉普赛人四处流浪 没有国家 以色列要建国 好不容易建了一个国家 四方面的邻居到处来 跟他打击 互相来对抗 你看有一个国家这么难 没有国家呢 你哪有 哪有办法在这里生存 所以我们感谢国家 你看我们国家 这个医疗体系这么健全 福利制度这么好 整个社会制度呢 都还可以运行不做 不畅 运行畅行 那么我们 第一个就是要感谢国家 以前呢 这个感谢天地君亲师 这个君呢 就代表国家 所以天地之后啊 就是接下来就是要感谢国家 没有国家呢 我们绝对不可能 好好地修行 好好地来悟道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说你这个天高皇帝 国家的事我不管 政治的事我不管 你不管没关系啊 可是呢 你要爱国家啊 因为国家护着你 你才有办法在这里 天高皇帝远 做你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你如果说是一个义主入侵 你有办法 好好的在这里修学吗 你看台湾是受过日本人的统治的 那日本人对于台湾的居民 他有那么让 让你那么轻松过活吗 你可以想见到啊 一个一个人 他多么需要一个国 一个国一个家 来保护他 那么国家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天地军亲师 第一个就要感谢国家 那今天呢 我们必须讲 对于 这个爱国这件事情 好像只是停留在 我们历史上记载的 这些中军爱国的人的身上 我们历史 看到很多啊 很多中军爱国的这些臣子啊 有的被杀了 有的呢 不得好死 有的下场凄惨 好像都只停留在这个方面 那么他们做出他们的本分 那么他们做出他们的本分 至于他们的果报呢 自然有 有这个 历史啊 会还给他们一个公理 你看屈原 屈原是 最终的啦 最爱国的啦 屈原呢 这个下场凄惨 投河自杀 但是呢 现代人 在纪念屈原 还因为他呢 有一个端午节 岳飞 岳飞也是 下场很凄惨 被 被诛杀啊 甚至呢 葛人连家族都不保 他的儿子也跟着他死 但是 后来呢 他的公鸡啊 被贫富了 他的公民呢 也被追回来了 大家在来肯定岳飞的功劳 这是爱国 但是呢 我们今天 我们不要谈的那么高远 也不要谈的 这么样深哦 爱国的道理啊 其实在我们现在 就 必须做出来 而且呢 我们现在就做得到 你看现在 媒体报导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因为没有工作做 然后去偷 国家的电线 半夜里了 去把国家的电线 这个乡镇的那个 电线把它剪断 电缆把它剪断 偷偷的拿去变卖 还有去变卖那种 交通耗制了 交通指标的 那交通指标都是铁座的 都还可以 卖钱 那他们为了卖了这些钱 而损害这么多人的利益 这个是呢 相当的不爱国 你要知道 你爱国是要从爱人做起 人民才在组成国家 那你不爱 你不爱人 你怎么可能会爱国呢 所以这些人呢 是被列为不爱国 在我们这个 现在啊 做奸犯科的 这些人脱拐欺诈的 这些人呢 都是属于不爱国的 那他们偷了这些政府的东西啊 政府的钱怎么来 人民的税收来的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他欠的人是谁 他欠的人是人民 一个人偷了政府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 他欠了全国人民的债 只有全国人民 全部的债都已经还清了 他才算是把这个债了解 不然呢 他生生世世 都得投胎轮回来还这笔债 全国人民都认为 可以了 他已经还清了 他这个因果才可以了 愚痴之志 所以为什么说 君子乐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君子是不会去偷人家的东西的 君子不会去不爱人不爱国的 他悠悠哉哉的做他的君子 每天呢尽其本分 尽其职务 然后呢做好他在这一生应该做的角色 那君子做得很自在 那小人他本来不要就不是要做小人 他只是迷糊他迷了 他没有像君子这么迷离 他迷了 然后正伟说呢 去偷去抢 去欺骗 就可以得到生活的资料 所以呢 他用这些方法来得到他的生活资料 造成更多的果报 你看这是不是很冤枉 还被人家说成是小人 犯罪集团 而且你所造的因果 无量无边啊 你要还 还还不清啊 哪有人这么傻 世间的人 如果都能够了解这个道理啊 那么世间没有不爱国的 没有不爱家的 没有不爱人的 大家都是不清楚不了解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清楚 有时候不清楚 是好像性善又性恶 可善又可恶 有时候是性恶 有时候是性善 那到底我们的性是善还是恶啊 跟各位讲 在我们的这些学者之中啊 认为说性善性恶可善可恶 等等的说法 不一而主啊 国内古今中外 国内外通通通都有人在讲这个 但是这个这一点啊 我们要认清楚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那就是 人性本善这个事实 人性本善这个性啊 是我们的良知本性 我们本来的佛性 我们的自性 但他是本善的 所以我们本来的面目的是 像先佛菩萨像圣人一样 遥顺性也嘛 我们本来就是遥顺的性啊 众生必定成佛 众生之所以会成为众生 是因为他是从佛变成众生的 所以呢我们了解到这个 我们必须透过教化的道理 把这样的一个道交给世间人 让他明理让他开悟 让他知道 人性本善 这个性呢是我们的良知本性 所以孟子里面他做了很多种的评语 你看你去 人家说你不孝父母 你听了会很生气 即使你真的是不孝父母 你听了还是会很生气 那么这个就是 人的一个羞耻心 你听了会生气 你还有羞耻心 这还不错 听了不痛不痒了 那就是真的是 小人啊 实实在在的小人 你还不是冤枉做小人 你实在就要做小人 他说呢这个海底之童 如子入井 一个小孩子快要掉进井里面去了 看到的人马上把他拉回来 那看到的人他不一定是他的父母 只要是路人看到这种状况 所有的人通通会 会去帮助这个小孩子 那所以孟子说 这个就是测饮之心啊 这个就是呢人性本善 道理 所以你看 从这个性来分析啊 其实呢人性没有不善的 你希望你的小孩好 你希望你的前途好 你希望你有好的形象 这个呢都是呢 人性有他的这个 光明的那一面 你喜欢在偷偷摸摸的生活下 来过你的一生嘛 你不希望啊 你更不希望你的儿子跟你一样啊 唐唐真真做人 做一个君子的典范 大家都称赞 这个是余有容焉啊 那么这个孟子讲 测饮之心 这个是非之心 慈让之心 修恶之心 人皆有之 人皆有之啊 所以呢 人性本善 人一定呢 都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所以众生一定会成佛 就是因为他本来是佛 所以他会成佛 要了解这个道理 我们原来的东西 我们当然会得到啊 我本来是圣人的样子 我当然会回到圣人的样子 那么你本来不是的 你当然就不容易得到 不是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本来就不是做皇帝的命嘛 你本来就不能做大老板了 你就没有那个命嘛 你努力 拼命的想要去做 结果了 你选总统也选不上 你要做大老板也做不成 你没有那个命 你本来不是那个 所以圣人教我们 你要求求本来就有的 不是求本来没有的 那么人的福报是本来就有的 你有多少福都是天注定的 除非你在这一生 你还在做这种布施的工作 无谓师 财师法师无谓师这样的工作 你不断的在做 那你的福会加减乘除 会在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福报之中啊 会不断的累积啊 然后你又有一个 这个动念失察了 或者是说你又做了坏事了 又扣除掉你的这些福报 这个呢 都每天呢 都有加减乘除 所以人有一定的这种路 福路啊来到人世间 但是呢 这个福路要用多久 要用多少 后天的努力啊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天生不平等 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到性是本善的 但是为什么又说性是恶的呢 性是恶的啊 那是人的那个 的那个秉性 秉性是落入后天的 这个人呢 他的秉性就很差 这个人秉性不好 我们这样讲 所以呢 这个秉性呢 就是说他 他在落入后天之后 他所受到的这些环境的教化 我们说禁教 环境的教化绕成了 他累世的那种夜洗种子 这样结合之下 把他的夜洗种子 给发放出来了 成为他的秉性 所以秉性是恶 秉性是恶呢 所以要透过教化 所以荀子认为 人的这个性啊 他是恶的 他一出生了 就没有所谓的善的观念 除非呢有人去教他 所以荀子认为 要用教育 把这个恶 把它呢 循规道具 把它围起来 那么荀子的说法 好像也没有错 哦 这个 本性是善的 要教育 本性是恶的也要教育 可是呢 两个人的出发点 完全不一样 这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就成就了他们 一个是圣人 一个呢只是 是学者专家 孟子是圣人 孟子看到了人性本善 所以呢 人可以成圣 人呢 刻念作圣 在这个作圣的过程当中 人还可以呢 帮助别人 正己成人 让这个环境的人 这个国家的人 通通跟我一样 一起成圣 这个是孟子 他的一个基本理论 那荀子呢 他看到秉性 秉性是后天的性 那后天的性 必须要用教育 把它教育好 那这个孟子呢 他首先的出发点 就是一个错误 一个错误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 本性是不需要教育的 是本来纯然至善的 可是呢 他看到的性呢 是累加在 这个习性上的 这些脾气毛病 他看到了脾气毛病 所以呢 要透过教育 把它教化他 所以他没有见性 他说性恶 性恶这个性是秉性 他没有见到本性 所以荀子成为儒学的 一个大家 我们说学者专家 荀子是不是贤人 我们到现在都 大概都没有人说 连孔庙都没有人在拜荀子 你可以知道为什么 差那么多 荀子里面他的理论 他的论点 有时候是相当精彩 可是呢 他从这种 人性自恶的一面 来反省起 可见呢 他立足点是错了 所以荀子的性 跟孟子的性 是两种不同的性 那有说可性可善 非善非善非恶的 这又是什么道理 那个呢 是人的习性 人的习性啊 是你在这个环境 你跟这些人事物在一起 那么你的习性就会改变 你跟那边的人 人的环境跟人事物在一起 你又改变那边的 所以人的习性会变化 变好变坏 那这个变好变坏啊 就是他们所说的性可善可恶 那么习性呢 也是人后天的性 习性是人后天在这个环境里面 所所熏染出来的 跟秉性有点不一样 是秉性还带着前世的因果 虽然儒家不讲前世因果 可是呢 里面有这种东西存在 那习性呢 习性就是你从小所接触的人事物环境 所养出来的一个个性 那这个个性呢 可善可恶 也许呢 你的秉性是 是恶的 可是呢 你接触的环境是好的 所以呢 你慢慢会变好 所以呢 性的立足点不一样 两个人在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去比较呢 所以把孟子跟荀子拿来比较的人 他完全是搞不清楚 才会这样做 今天我们得一名是一指点 我们知道说性 我们讲的性是什么 是最原始的 最根本的 反文文自信 信成无上道 那个自信才是我们的根本 那个无上道才是我们的境界 但是呢 我们境界了解了 性善也知道了 可是呢 我们人还在人世间 人还在人世间 我们必须找人世间的事情做好 人世间的事情 就是呢 你这个国家爱好 你对于人民要帮助好 这个是人世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年终快到了 不是都有那个报税的问题吗 那么在报税的问题上 我们要特别呼吁这一点 也就是说你该交给国家的税 你千万不要欠国家 你欠国家就是欠整个人民 欠整个人民 那么你要还就很难还 你欠一个人是好还 欠一堆人是很难还 这个你要懂了这个道理 所以佛家里面 他跟我们讲 当你偷了这个 寺庙里面常住的东西 你还也还不还 连佛头也没有办法帮你还 佛头都救不了这种人 他一定要下地狱 因为还不完 为什么还不完 因为寺庙里面的东西 是谁提供的 信众提供的 那信众提供的来自哪里 来自四面八方 那么佛经里面强调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信众 不是只有有形的众生 还有无形的众生 无形众生在这里护持 在这里这个 利用这个来修行 你偷了常住的东西 偷了寺庙的东西 让他们修行上 有所过碍 有所不足 你所欠的还也还不完 所以要记住 庙里面的东西 千万不可以偷 国家的东西不可以偷 那么你偷国家的东西 那你你 逃漏税 算不算偷国家的东西 算了 所以那天典蓝师 跟我讲的一个故事 刚好可以在这里说 他说有一个人 这个 国家政府有发放老人年金 每个月三千块 那他说 他一辈子也不会去领这笔钱 他死了之后 就自然还给国家 他说他不会欠国家的钱 他死了之后也不想欠国家的钱 一个老妇人 我说这样的人真的不简单 那是他也是道亲 所以他非常明理 他知道因果的道理 欠一分要还一分 欠半斤要还八两 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他也没有付出什么 国家每天补助三千块给他 所以他不愿去领 包括典蓝师 他自己 他自己也超过六十五岁了 他也没有去领 他说他也不欠国家的 不想欠国家的钱 难得啊 世界上还有这样亲近的人 有这样亲近的心啊 有的人想方设法要逃漏税 要少包一点税 少缴一点钱 可是呢 没有想到 现在还有人 不愿意领国家的钱 这个真的是太难得了 这个给我们很好的很好的例子 任何事情啊 要想清楚 前因后果要给他想清楚 年纪大的人 有老人年龄可以领 可是呢他当时还没有储蓄 那像我们现在呢 每年要缴这个国民健保 那是我们缴的钱啊 所以我们以后还可以领 那是没问题 但是呢 现代的六十五岁的人 可以不用缴钱 那他的 每个月的收入啊 就是政府补贴的 政府给他的 政府的钱是给谁的 人民的 所以人民给他 你想想这个是很有道理啊 很有道理就是说 你不可以随便 拿人家的钱啊 即使是 人家送给你的 如果说 他不是出于心甘情愿 你都算偷盗啊 你看你为了 人家为了 希望你帮他做事 为了你呢 希望你呢 能够呢 把他的亲人病治好 塞红包送礼物 把这类事情解决 他不得不送礼物给你 那么这种礼物呢 你就不能够收 这种收的呢 你就是呢 犯偷盗之戒 你犯了偷盗啊 所以呢 你逃漏国家的税 你也是犯了偷盗的税 修道人是绝对不会犯偷盗戒 如果你还自以为 自诩为修道人的话 从今天开始 绝对不会在这方面 在做功夫了 你不会再逃漏税了 你对于政府 你应该 国家你应该提供 什么 什么样的这个付出 你就要提供 国家给我们的 已经太多了 所以呢 不要再骂政府了 你看八八水灾 那么严重 人民呢 这个生命财产损失了 可是呢 这些人民啊 从来没有感恩政府 为他们所做的补助 也不是说大部分都这样 我相信只是一部分人 我们在媒体看到了 这些人啊 都是在骂政府 怨天尤人 批评东批评西 要那个要这个 喜欢要 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都是要求 都是批评 哦 台湾的社会这样子 会让我们 真的觉得 很担心啊 哦 八八水灾像这种灾难啊 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有大德德在啊 我们台湾是一块宝岛 这些大灾难还不至于 会发生啊 现在大德德不在了 发生了这些灾难 结果 大家怨天尤人 讲到 爱国中世 我们知道 爱国的终极目标 就是平治天下 就是大同世界的理想 那么孔老夫子 当时呢 提出礼运大同 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让后人 成为追求的一个目标 孔老夫子 孔老夫子一生 要追求的是 这种 周文的话域 就是周公自礼作业 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 从周公自礼作业 然后呢 再升格到 遥天顺日 这个是他的理想 这个是他的理想 所以世界大同 周公所创作的 这样的一个圣景 那虽然周公的时代 在整个历史看来 整个这个平治天下的 等级看来 是属于小康的 年代 李运大同篇里面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看惯了李运大同 但是呢 李运大同的后面那一段 从来没有人提起过 没有特别去干 还不晓得 原来呢 有所谓的大同跟小康 大同之章跟小康之章 那这个孔子啊 他认为 尤顺他那个年代 才是真正的大同 那么到了 这个 商朝 到了周朝 这两代呢 就是夏朝 夏商周这三代啊 那么是属于小康的 一个志士 所以小康的志士呢 还不是一种大同之竞 也不是孔老夫子 终极的理想 但是呢 孔老夫子 恢复 周公治理 作业 那样的 事情啊 希望呢 透过这样的一个 治理啊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大同 那就是天下太平 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那么孔老夫子的理想 就是我们今天的理想 我们今天讲爱国 爱国你要从哪里爱去 你 那今天讲人跟社会的关系啊 所以呢 人跟社会的关系 你必须呢 在社会上 你要安分守己 安自己的一个本分啊 然后在你的本分上啊 好好地来尽忠 所以讲到爱国中士 我们先讲爱国 爱国这个定义啊 我们必须很清楚很了解 国呢 不是外在的那个政府啊 国在于你自己的那种 安身立命上 你自己如果没有办法安身立命 你整个团队 整个社区呢 你是也没有办法安身立命的 那所以呢 当时孔子恢复周文的话运 极力倡导 希望呢 各个诸侯啊 都能够恢复周理啊 但是呢 在那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啊 你说那些国王 那些国家 哪有可能恢复周理啊 谁愿意听呢 那鲁国 在孔子的时代 孔子还有做过大司寇 那么治理过鲁国啊 但是呢 由于啊 整个情势所需啊 就是人心自私自利的状态啊 没有办法抵挡住 那种自私的公式啊 所以 孔老夫子的理想 恢复周理啊 始终呢 只能够是 昙花一现 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办法施行 那么我们今天 再来讲 孔老夫子恢复周理 我们到底要凭什么讲 我们也没有孔老夫子那种 智慧德能 也没有他那种体悟 我们要怎么讲 今天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 凭借的是天恩施德 我们有这个天恩施德 他这个愿力啊 所以我们老师的愿力啊 是 化说婆为一家 帮助老祖师啊 平搜万教 那平搜万教不就是 那个大统世界嘛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谓的大统就是呢 里面有小义 他允许每一个小义不同 但是呢 小义不同呢 共同尊尊的一个 一个同样的大统 那个大统呢 是一个整个核心的领导 在周朝是属于周天子 所谓共主啊 一个周天子的领导啊 那么整个国家呢 就运行不畅 运行畅行啊 然后呢 大家都守住这个核心啊 遵守自己的本分 这个呢 是爱国 好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平治天象 我们今天必须呢 以老师的愿力为愿力 以老师的志向为志向 那么我们才有目标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怎么做就是呢 安分守己 真的 你只要在你的本分上 安住你的胃 那么你就可以安顿身心 哦 你有能力在正己成人 在呢 这个推而广之啊 己达达人 这个的 是我们道志宗子 接续后来要讲的 所以大统世界 它里面讲到 选贤与能 我们必须让自己啊 达到贤跟能 这样的一个地步啊 我们才能够拥有 这种 扩及大同世界的能力啊 那么贤是什么 贤呢就是 你要有智慧 你要有远见 你要有担当 你要能够策划 整个国家的大方针 整个国家的这个走向 你要有一个 一个作为出来 我们今天不谈论政府 做了怎么样 那我们自己呢 在我们自己的本分上呢 要好好做好 今天我虽然不是主政 但是呢 我今天在我的这个团队 我的这个生活上啊 我就好好的 把我的这个 本分啊 尽忠 职守做好 对于国家的义务 我该尽呢 我把它尽好 每一个人都这样呢 大家呢 照着这个轨道来走 这个人文的次序来走 那么自然呢 国家就会顺上 那所以 我很佩服 当时周公至理作业 他把这个整个国家呢 用两个架构 把它架构起来 第一个是 所谓的中法制度 第二个呢 是所谓的 中法制度 就是封建制度 封建制度 跟所谓的 景田制度 用这两个 用这些架构啊 把整个天下来 划分成一个 很有秩序的 范围啊 然后呢 依一个人的能力来自理 他不是自己自理 是要分给诸侯自理 那么封建制度啊 封建制度就是说 我现在呢 把这个国家 比如说台湾这个国家 那么台湾放给你去自理 你里面有所谓的自己的内政的问题 你要自己去规划 自己去统筹 自己的经济 自己的军队 都要自己去统筹 但是呢 你只要对一个人负责 对周天子负责 所以呢 他所用的封建制度 是所谓的中法制度 也就是说 他所封发的这些诸侯啊 都是他们畸性的家族 这个是加天下 但是加天下没关系 你只要呢 天下治理个太平就好了 老百姓不会管谁 谁当皇帝啊 你只要把天下治理好 那么谁做皇帝不是一样吗 所以周公用封建制度 好 用封建制度呢 让你们这些诸侯 各自管理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啊 治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谁有能力 那么谁呢 就把他管可以很强盛啊 所以为什么会有春秋战国 这样的一个名称出来 就是呢 国家太多 每一个诸侯都变成一个国家 但是呢 在周朝 也就是说在周公 制定这套制度之后 一直到 这个东周平往之前啊 那么这一段的治世啊 四百多年是很不错的一个治世 大家奉一个贡主 周天子为贡主 然后呢 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把自己的这个这个 这个辖区治理好 那这样呢 天下就太平了 这是封建制度 我觉得封建制度是很好 哦 哦 制度实在是没有不好 不好是人心在变化 你看我们到在道场 各司其职 哦 各伴其道 但是呢 我们也有一个唯一的贡主 那就是什么 天恩施德 天恩施德是我们唯一的贡主 哦 哦 天恩施德 变成道神肉身的样子 就是我们的领导人 哦 领导人 老前人 前人 这是我们亲眼可以看得到的 他们代表天恩施德 来指引导我们 那所谓的一人办一段啊 哦 你不要说你 你没有在这个地方 你还要控制这个地方 那是不对 你一人办一段 你就把你这一段 好好办好就好了 之前之后的 你就不要管 老前人特别强调这样的一个观念 之后的事情不要问那么多 你把现在的事情把它把它办好 那么你把道物办好 那么你现在这一段道在你的呈现是丰盛的 那这样呢 你就是有功 那么周公的封建制度也有类似 当然它的格局更大 它是都大到整个天下 所以呢当时诸侯在一个贡主的领导之下 哦 纷纷的把自己的家园建立好 哦 那每一个每一个国家都治理好 整个大天下就 治理好了 所以我们说周礼啊 是全世界最好的宪法 方东美教授他曾经讲 如果周朝的子孙能够按照周公所制定下来 这个周礼啊 继续实行的话 那么周朝是不会亡国的 你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个礼记 就知道 里面呢 里面呢 他是讲到非常细的一个一些礼节 你看到一些那个周礼 会发现到说 他里面的制度是 分工的相当好 那只是呢 现代的人心啊 已经没有办法适应到那个 那种礼节了 所谓礼师求诸也 中国的这套礼节啊 中国的这套礼节啊 通常呢 在国内找不到了 常常呢 我们要去韩国 去日本 看到中国的礼节 原来还在他们那里流行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就是一种 道师而后德 德师而后仁 仁师而后义 一失而后离 那么连礼如果也失了 那么就是 速出于武力 速出于战争 那这个周公呢 用封建制度 跟这个景田制度 景田制度是怎样 就是画一个景 这个地区呢 画一个景 那一个一个格子之内呢 就是一户人家 那这个 九个格子 中间这一格 是公家的 那旁边呢 是民间的 个人的 你要种个人的 把你自己的 产业做好 那中间这一块呢 中间这一块 这个其他的八个人 共同来分担 那这是景田制度 很好啊 那让每一个人呢 有他们自己 但是呢 国家也有生产力 一边是私的 一边是公的 公的我付出一点点 但是大部分都是私私的 所谓资本主义啊 那还有个共产主义啊 你看真的资本主义 跟共产主义 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周礼 就是周公所制造的 这一套风这个 景田制度啊 那他这样的一个制度啊 当然到后来啊 时代的演变啊 没有办法 照他的样子去实行 所以封建这个名词啊 变成一种 古代的这个思想 非常狭隘 非常保守的代名词 这个呢是不对的 我觉得封建制度 景田制度 这种制度是很好 如果去 细查他的精神啊 那么我们现在要治理国家 是必须要 采用他的精神 公中有私 私中有公啊 你看现在大陆 这个 改革开放之后 整个国家经济 是这样 强盛起来 改革开放之前啊 中共是一个非常落后 贫穷的国家 那现在呢 改革开放了 大家呢 赚的钱是自己的 但是呢 它又有一点 共产的影子在里面 那这个我们就不得 那这个我们就不得 我们是不得而知啊 但是现在中共整个气势已经强起来了 啊 我们的这个 中国 在现在的这个时机 21世纪要变成中国人的世纪 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 我们曾经分析过 这个地气流转的问题 地气流转的原因啊 现在呢 700年之后 地气流转到中国来 那所以中国人以后呢 这个 平治天下 以后呢 会这个 以 中国人 为主 是中国人的世纪 那中国人的世纪 那中国人的世纪 那么中国人 凭什么 作为一个世纪的领导 比钱吗 钱可是 美国人比你多钱 其他国家也比你多钱 钱大家都有 你比钱有什么用 你要比那个 人家没有的 人家没有的是什么 那就是 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是人家没有的 我们老祖宗 五千年来这一套 这一套 宝贵的资产 如果没有今天的人 我们这些现代子孙 好好的来把他讲说 好好的来把他发扬 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晓得 这个是宝贝 真的是宝贝 你看那个 英国的历史学家 湯恩比 他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曾经 预言过 以后二十一世纪 人类的问题 要靠中国的孔孟学说 跟大乘佛法来解决 那么孔孟学说 在讲人跟这个心性的关系 人跟社会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那么大乘佛法特别强调 人跟心性的关系 加强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探讨 内在生命的探讨 所以呢这两个 融合起来 就成为中国人 中国人的思想 那么我们说到儒家 孔孟大道的时候 同时也是讲到老庄思想 老庄思想并不是独立出来的一个思想 后学一直认为老庄思想 始终在影响着孔孟思想 我们虽然以孔孟为主 羊虫辱家 可是因虫道家 我们内在需要道家 可是内在那一份东西不必讲 道家也不想要人讲 你自自然然就会需要 你看孔老夫子孔孟思想 丹安比说讲的就是孔孟思想 这个五伦八德 三纲五常 用这个道理来治理人世间 然后呢 平治天下 齐家治果 但是这中间呢 还有一个道家的思想在里面 那就是无为而为的力量 那是很重要 很重要是因为 道家的着力点就是在这里 那孔孟的思想呢 他没有特别强调 但是呢 他需要这份力量 你看无为而为 当你平治天下的时候 你凭什么要管理 凭什么要掌控 你要无为而为 这不是你的 你只是代理而已 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 我们只有使用权 没有所有权 这个是要有认知的 所以你想掌控什么 哪个是你的 没有是你的 你只是暂时 在这里过一个过程 那管理这一段 所以一人半一段 就是这种精神 你只有使用权 那好 我们现在讲到 湯恩比这句话 那么湯恩比的这句话 孔孟思想 同时就是 包括老张思想 这个呢 不用再强调 那么孔孟思想 放在人 人的身心 跟人的社会关系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你正己成人 然后呢 你把这个家庭 你把这个社会 你把它治理好 这是孔孟的 的坚持 那心性的关系呢 是个人的修为 是讲到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这边 那他因为他讲的戏眼 所以呢 他可以补足 儒家在心性方面上的 一个修为 所以主要还是孔孟思想 好 人世间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还是孔孟 佛家的思想 基本上是在 这个初世间的 那他们认为了 美好的彼岸 才是最后的乐园 极乐世界才是他们的家 那么这里也只是暂时的 所以暂时的就不需要着力太多 但是儒家不是 儒家呢把这个全部的着力都用在此时此刻 就用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是儒家 没有什么终极世界了 没有极乐净土了 极乐净土就在这里了 彼岸就没有彼岸 就只有此岸 对儒家来讲 此岸就是最好的净土 就是天堂的所在 所以儒家所创立的 是一种人间的天堂 那么儒家教我们爱国家 爱国家就是从每一个国家做起 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平治了 那么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达到平治了 所以当中国强起来的时候 要寄若福清 他不是用这种武力 用经济来恐吓别人 所以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是中国人准备要寄若福清的 那些气候难民 那些受到天灾地变影响的这些国家 中国人有责任去救度他们 这是中国人强起来之后 所要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平治天下的方法 就是寄若福清 你不寄若福清 他们怎么样活下去呢 他们活不下去了 他们也不会让你活下去 不会让你好过 这个是整体的概念 这是整个世界一家的观念 你看你的家 你的家后花园 缺了一个口 常常有动物跑进来 常常有小头跑进来 那么你这个家也不安宁 虽然后花园那个角落不重要 但是你也要去把它补起来 那么整个世界整个地球现在是一个家 所以我们平治天下的理想是放在整个地球 把整个地球治理好 虽然整个地球还有各种不同的国家 但是有一个唯一的共主 这个唯一的共主 那就是领导世界的这个国家 那么二十一世纪 中国人的世纪 中国人领导这个世纪 所以中国人他要用王道文化的精神 来帮助这些国家 来治理整个天下 那这个目标理想说得高远 说得高远 所以我们必须把它拉回来 拉到我们的现实面 拉到现实面 那就回到每一个人身上 每一个人身上 你在五伦八德 你在三纲五常上 你落实了几分 你今天要代表儒家去平治天下 不是这些政治家平治天下 是我们这些修行人 真正的摆养的修士 儒家的这种一份子 你要去平治天下 你可能会被放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那么你做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贤 有没有能 贤就是你的修为 能就是你的智慧 所谓选贤已能 讲信修目 那是大同世界 人人的理想 我们推出贤能的人 我们自己要讲信修目 然后呢 来治理这个世间 所以爱国 爱国不是口头上说爱国 你要让自己达到贤能 你达到贤能人家才会选你嘛 贤就是我们要自己要下功夫啊 扎根啊 把这个人跟利好啊 把这个修为啊 真正的落实起来啊 那我们说得一善而全全福音啊 你看到一个善你要赶快去做 听到一个过你要赶快改 知过能改 不迁怒不恶过 圣贤人的榜样 指路文过者喜 语文善言者拜 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啊 最近写到四配十者这个十者传 指路这个人 指路这个角色 让人家看起来是非常感动的 他是很可爱的一个人 虽然他脾气有点 有点冲动 但是呢他是直率而为 他所想的跟他所说的 都是依他的这个直觉而发 那他的直觉是很朴实的 他是一个野人 朴实的所发动发出来的 就好像赤子所发出来的一个言行 他没有是非善恶 他就是呢 纯直觉而发 但是呢他这个发呢都是 依照 人心应该这样子做 所以他就发出来了 就好像小孩子没有是非对做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是很朴啊 我们说这个环朴归正那个朴啊 直路是一个非常朴的人 这样的人很容易雕塑 所以呢在所有的这些孔门地址里面 除了这些这个德性科的这些地址 还可以说代表辱门啊 真正最有特色的最能够代表辱家的 孔老父子的弟子的 那是子路啊 所以子路有亚圣之称啊 子路有第二个孔子的称号 亚圣虽然是后来称为孟子 但是呢子路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称号 所以先贤子路啊 他的这个正式才能是受到肯定 但是呢更受到肯定的是他闻过则喜 他呢勇于改过 而且呢他直率他没有虚伪 没有虚伪又直率 这个不是率性智慧道吗 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修道人所应该 应该有的这样的一个典范跟 跟这种操守嘛 现代的修道人 透过太多的这种世间的洗礼 世间这种明文立养的洗礼 贪生吃爱的洗礼 让我们的自信啊 没有办法很自如的发挥出来 没有办法像子路这样子 很朴子的把它发现出来 没有错 子路常常被孔子责骂 但是呢孔子责骂过他之后 他又马上改过来 因为他是朴嘛 朴呢就好像小孩子 他总有是非不分的时候 那么孔老父子跟他讲 这个是是这个是非 那他就懂了 当他练到一定的成熟 成熟度的时候呢 他已经没有是非了 因为他所言所说 所做都是自善 都是率性而为 这个就是天命智慧性 所以我非常欣赏子路这样的一个角色 虽然他不够聪明 在这个处理能力上也太过冲动 不过呢他的子谱啊 让人家欣赏 所以我写到子路的时候呢 对于子路啊 真的是 会觉得很甘心嘛 孔老夫子也非常喜欢子路 其实在所有的弟子之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子路 那你不会说他不是喜欢炎悔吧 没有错 孔老夫子很喜欢炎悔 但是呢 孔老夫子跟炎悔的互动 毕竟比较少 因为呢 他们不需要多说话 孔老夫子在讲什么 炎悔就已经知道了 不但知道了 而且呢 把他做得很好 但是子路没有那么聪明 子路呢 需要孔老夫子一讲再讲 那所以他们互动就多 那孔老夫子出去呢 都要子路陪同啊 子路有勇气啊 然后子路会驾车啊 子路会帮他做各种事情 他很喜欢跟子路在一起 他跟子路也最有话讲 因为子路也会跟他顶嘴 会跟他顶嘴 狗老夫子当然就 会跟他做一番的修正 所以彼此之间就非常有话聊 说起来子路很像孔子的弟子 的弟弟 而不是他的弟子 比较像他的弟弟 如果他们只差九岁 那炎伟跟孔子差三十岁 所以啊 难免啊 在这个 年纪上啊 有这种 差距啊 所以炎伟始终把孔老夫子 孔子当作是高高在上 的一个老师啊 那子路不是啊 子路啊 好像把孔子当作是大哥一样 两个兄弟啊 打在一起 亲历在一起 没有分 没有分高低啊 但是孔子对他的 的一个指教啊 子路完全的接受 这个是子路可爱的地方 所以子路的正式啊 受到孔子的肯定 子路来治理仆役啊 子路所治理的这个 这个县世啊 治理的非常好 孔老夫子呢 也很肯定 所以 讲到这些圣贤人的心啊 跟我们今天呢 修道人 其实呢 你会觉得说很像 那我们有一个名师在那里 有一个老前人在那里 然后我们在这下面的修行 那我们的前辈啊 看着我们 你有什么过错 他就跟你讲 你有什么值得推荐 值得表扬的 他会跟你 视线 你看呢 我们是不是很像当时的儒家 那 现在 老前人不在了 老前人不在了 前人也不在了 我们已经没有那种 辱木之情啊 只有忧思之之情啊 所以呢 我们更应该呢 以失心为己心 以失智为己智啊 那 爱护国家 喔 来帮助国家 帮助我们这个 儒家的理想啊 成就 世界大统 喔 我们平治天下的理想啊 我们是 这个 白 白仰的修士 一贯道的修士啊 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担当啊 喔 当我们在 渡人成全人的时候啊 你要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要告诉各位 回到理天 是我虽然说是 我们的目的 可是理天呢 就是在这里 那理天跟地球 这里 没有两样 我们把这里治好了 我们呢 随时是 在理天之中 就自信理天啊 我们说自信弥陀 自信弥勒 自信理天 理天在哪里 理天在此时此刻啊 在每一个当下 在每一个事物上 喔 所以 爱国 必须呢 必须呢 让自己做到忠视 忠视你才能爱国 所以爱国跟忠视合在一起啊 是有这样的道理 但是我们今天呢 必须把 爱国这个国的定义啊 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喔 国就是呢 我们的 我们所见所闻的这一切 喔 我们把我们 生活做到这一切 把它治理好 这个就是爱国 然后呢 扩而广之 我们把理念呢 扩展到全国 让全国的人 都能够接受大道的话育 让全世界的人 都能够文德大道的法义啊 喔 然后你帮助 师尊师母 才有可能平收万教 才有可能呢 老水返草啊 所以 现在老水返草时期还没有到 我们现在功夫都还没有下了 喔 我们功夫要下了 老水返草 大家都来接受 这种大道的习礼 大道的教化 喔 每一个人遵守自己的本分 每一个人尽好自己的 三缸五常 五轮八德的那个位置 在人世间的游戏规则里面 好好的走你这一生 应该走的路 你不要想东想西啊 喔 你不要痴心妄想 所以呢 现在 事件这么多 人心这么乱 喔 天灾地变那么多 其实呢 就是 人的痴心妄想太多了 这个新线事变的力量啊 把我们整个生活的磁场啊 都搞乱掉了 搞乱掉了 以至于呢 我们 现在呢 到那里也有危险 到这里也有危险 准处处了 让人不觉得不安啊 可是呢 原则上不是这样的 按理不是这样子的啊 喔 如果说我们 想到摇天顺日 那种 那种日子 路不适宜 夜不庇护 那种大统 我们应该是过得很 很 清安自在才对啊 啊 为什么现在人心 这个防备这么样的多 诈骗了这么多 哦 这个情杀案件这么多 每天新闻所充斥的 都是这些 都是这些乌漆妈黑的事情 这个呢 我们只能够讲 这有一个共业在营造 那个共业的营造呢 是每一个人 贪心妄想所造成的 那要让每一个人 放下他的贪心妄想呢 必须先回归到这个人伦的 治理上 所以非常重要 然后儒家为什么在现在呢 会成为显学啊 有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人不安本分的 所以现在 单亲家庭很多 为什么 因为呢 夫妻不和 夫妻不和 离婚率很高 单亲家庭所衍生的社会问题 就是青少年的犯罪率高 青少年呢 也是呢 这个 不安于世啊 或者是说呢 内心惊恐不已啊 惊慌不已啊 青少年是处在一种不安的年 的这种 环境之下 成长的 那么这些青少年长大之后 他们对于社会影响力 自然会 产生了 也许他们的思考力就下降了 忍耐力下降了 开创力减低了 什么都减低了 但是呢 犯罪率升高了 哦 这个 这个欺诈 哦 这个仇杀 对立 抗争 这些事件升高了 你看 正向的减少 负向的增高 你说怎么可能会 这个国家会贫滞呢 所以爱国的爱 是必须把这个爱呢 完全 无尾的奉献出来 不要把国家定义的这么样的虚远 苗 苗远啊 国家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哦 国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呢 我们对每一个人 都要亲爱 我们的爱 从哪里来呢 爱 是从我跟父子之间的爱 扩展到 我跟兄弟之间的爱 哦 这个 家族之间的爱 然后呢 公司 团队这样 团队的爱 社会的爱 然后国家的爱 这个是叫做有等级的爱 这个是亲亲而人民 人民而爱物 那个爱 所以爱国是从这里爱 哦你不是一下子就说 哦我要达到博爱 我要达到慈悲 哦无私的爱 这个呢 人 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到这样子 儒家这个方法好 儒家这个教法好 哦 儒家讲父子有亲 这个亲呢 亲就是血浓于水的关系啊 那一份爱呢是 没有 没有 没有做作的 是无伪的 哦 是自然的 所以父子之间的爱呢 你是一种无私无伪的状态 你自然流露出来 那么你想到别人的父亲 别人的父亲也是需要关怀 所以呢 你老无老以及人自老 你幼无幼以及人自幼 这个叫做推而广之 这个叫做正己承认 那推己其人 所以呢 你会爱 别人的 这个老人家 别人的小孩子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你会知道要去关爱他们 然后呢 还有更多啊 你看非洲 那个地方 听说他们吃一块饼 都要获得泥土吃啊 因为粮食不够啊 所以吃了这些泥土之后呢 它可以 保足感啊 比较不会挨饿啊 可是呢 那个土没有办法消化 所以就积在这个肠子里面啊 所以那种饼啊 吃久了 会得肠胃病 那想到那一幕 我们是不是也 我也会觉得感同身受 那一份苦难 好像就在我们的身体上发生一样 所以我们也很想 想办法要帮助他们 非洲饥饿的难民 怎么样可以解决 我们看到世间 很多各种现象 不是说我们人跑去解决问题 那个没有 不是人就可以跑去解决问题了 因为世界太广了 世界太大了 人太多了 你没有办法每一个地方都走到 你没有办法每一个人都救到啊 那你怎么办 你必须用道 用道 把这个爱人把它拓展出来 道是什么 道就是回归到个人的良知本性 你要教育他 教育他 你要的这个开导他 你要指点他 但是我也不可能每个人去指点 没关系 你就按照你个人的能力 你去做 尽量去做 每一个人都尽量去做 做到你可以像圣贤人 可以像佛菩萨一样 所影响的范围是无远佛界 你要去教导他 为什么你今天会没有饭吃 你给他一块饼 终究不是解决之道啊 那么他下一个饼怎么办 你要教他脱离贫穷的方法 脱离贫穷的方法 脱离贫穷的方法 是什么 就是呢 多布施啊 六道波罗蜜啊 这个时候你就要讲出来了 那么为什么这里的 这个天灾地变那么多 你就要教这里的人民 你要放下你的 这个贪念 你的这种称念 贪称痴爱 这些无名的妄想 你要懂得放下 要懂得放下 才可以止息这些天灾地变的产生 所以呢 孔老夫子说啊 来到一个地方啊 让人民啊 富之啊 就是说让他富有 有钱 可以过生活 有钱过生活了之后呢 然后呢交之 哦 富之再交之 让他有饭吃 然后再教他 所以呢 我们看到 想到非洲那个地方 那些饥饿的难免 哦 我们给他饭吃之后啊 我们记住 接着就要教育他 教育他怎么样脱离贫穷 教育他呢 怎么样养活自己 这个呢是道的推演 你必须用道这样的一个立场 来推动这件事情 你不是用情 不是说 像这个慈善救济一样 慈善救济是不够的 你必须还要道的这个理念加进去 道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 让他自己觉悟 让他自己呢 有能力自己走 这个是道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国 真正的爱就是这种爱 佛家讲慈悲 慈悲就是 给人快乐 哦 拔人家的痛苦 这是慈悲啊 那么用普通的话来讲就是 无私的爱就是慈悲 那么男女之间的爱是带有感情的 带有感情的所以呢 那不叫慈悲 那么父子之间的爱那是亲爱 那虽然呢是带有感情 可是呢那是自然流露 那种自然流露啊 那就又不是 又是介于情爱跟 跟这种慈悲之间 哦 所以叫做亲爱 可是呢你会发现到说 这个人跟小孩子 有这种亲爱的关系 但是呢 人跟人也会有这种亲爱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他是人 因为他是人 所以呢他跟你一样 也想要拥有 也想要不要拥有 哦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辞于人 等等啊 他跟人是一样的 那么你想成就 他也想成就 所以呢 人同此信 心同此理啊 你必须帮助他 你必须爱护他 当你有能力的时候呢 你要用更大的力量来成就他 这是正己成仁 这是圣贤人 佛菩萨所做的这些行为 所以亲爱 跟情 男女之间的情爱 那是等级上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自然的 一个是照做的 那是不一样的 今天一个爸爸 一个父母说 我很爱小孩子 那么他明天还是会这样讲 后天还是会这样讲 那特殊的案例我们不在此限 我们是在讲 这种亲子之间的关系啊 那种血浓与水 是不容外力 或者是说法律来否定的 那是自然而然的 那自然而然发生了 那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呢 父子之外 还有各种人伦的关系 他也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你的亲爱的等 这个爱会扩大 扩大到 对于这个亲主之间的爱 对于整个社会的爱 对于国家的爱 乃至对于全人类的爱 你看 人都有那一份生命共同体的 那一份交流 那种互动关系啊 这个跟动物又不一样 所以呢 人的社会里面 总是形成一个和的状态 互助 互助的状态 互相帮忙的状态 那么这个世界 一个和的运转 好像一个太极一样 在那里转动 那整个国家才会 这个风调雨顺 世界才会国泰民安 所以 我们讲到爱国 我们要知道爱国的定义 都是从个人的内在发起的 那么 国我们知道了 国家的定义 已经把它定义在每一个人 从每一个人的范围做起 然后大到整个天下 那每一个人其实呢 小而无内 其实呢大而无外 这个叫做呢 就是 禁虚空骗法界 一个佛的修为 就是达到这样子 圣人的修为也是达到这样子 那么禁虚空骗法界 都是我要平治的对象 都是我要教化的目标 这个是真正的爱国 这个就是爱国之道 我想到 范仲淹 在岳阳楼记所讲的那句话 所谓 也是代表 他的一个精神 当时的一个写照 你看居庙堂 在 朝廷办公的时候 担心这个国君啊 国王担心皇帝啊 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 有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处理好 要呢赶快去帮忙 那么 没有在朝廷啊 身处在江湖里面 百姓堆中啊 又担心百姓啊 是不是哪里有人生活不好了 哪里又有病痛了 哪里又有灾变产生了 你看走到哪里都忧心啊 这个是圣贤人啊 那么他说什么时候 能够真正的不忧心呢 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快乐呢 他说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所以一个圣贤人 他一定是 比天下的人啊 还没有忧心之前啊 他就先感到忧心了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考虑到事情 发生之前啊 这个他就要比百姓先考虑到 那么至于快乐的事情 这个让百姓先享受 百姓都享受完了 自己再享受 这个是已经达到一种 菩萨这样的一个等级了 好 范仲淹当时讲了这句话 那他自己呢 在这种 为人处事上的表现呢 也是这样子 我们中国啊 有很多这样的读书人 其实他们都有很远大的怀抱 那么他们的这个怀抱啊 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啊 他们所做的只能够是这个样子 那已经是不错了 范仲淹还这个 佩享圣庙 他已经是一个闲人了 那他做的已经不错了 我们只能够说在宋朝那个时候啊 没有明师应运啊 所以我们前人常常讲 可惜啊 北宋五子啊 没有这种明师啊 没有求道啊 如果北宋五子来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得到明师的指寿啊 哇那他们不得了了 他们不再是书呆子了 哦 他们可能是教化弘法一方的 的一个大宗师啊 你看像范仲淹这种怀抱 居庙堂之高者有其君 你看 担心皇帝 担心这个政务 担心国家的朝政 除江湖之远担心人民 人民的生活 人民的这个 这个环境 没有不担心的 处处呢 以别人为他的 这个考虑的重点 把心呢 都放在别人身上 一心没有自己 无我 一个人必须把自己完全放空啊 他才能够进入这种 神性的国度里面 神的国度 他才能够做到一种真正的大爱 真正的博爱啊 你看耶稣基督讲博爱这句话 他说神爱世人 你看范仲淹 他所处的当然是宋朝这块地啊 所以呢 他所集的当然就是宋朝的人 但是耶稣基督呢 他是神啊 所以他的等级更高啊 他爱世人 可是呢 他们的精神完全是一样的 我相信呢 范仲淹 他的这个 这个亲爱的等级扩大了 他也是一个神 他真的达到世界一家的境界了 他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现代这个时代的 他也是爱世人 圣贤人的爱跟佛菩萨的爱是没有区分的 只是儒家呢 都讲世间法 佛家呢 专讲初世间法 这个是呢 有这个层次上的不一样 两个人成就都是一样的 那耶稣基督讲神爱世人 但是呢 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这些基督教徒啊 教徒呢 只爱基督 只爱上帝 不爱世人 你看是不是这样子 包括佛教徒 佛教徒 只爱佛陀 只爱佛菩萨 他不爱世人 所以为什么教会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派系支撑 宗庙之间 会有这么大的这种 理念上的分歧 那都是自占毁他啊 自占毁他 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新胜 佛法要新胜啊 只有生占生啊 那今天我们修行人 白养的修士 只有呢 这个 彼此佩服彼此 那彼此称赞彼此啊 这样呢 你那个爱的等级也才会扩大 像范仲淹这样子 范仲淹这样的一个等 这个修为啊 我们才能够帮助他落实 那真的是做到先天下之悠而悠而 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这个是圣贤人的修为 也是圣贤人的乐趣啊 快乐的地方是在这里啊 我们讲孔颜乐趣 今天我们要修到孔颜乐趣 修到这个范仲淹 达到先天下之悠而悠这种乐趣 我们有明思一指点 我们可以达到 我们知道怎么做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放手去做 好好的去做 把这种道呢 落实到我们的这种理想里面 这个世界大同 平治天下 靠政治家 其实是没有办法 政治家必须是 尧顺啊 文武周公这样 大家早安 道次宗子 讲到爱国宗室 那么我们分析呢 宗室 这一个德性 那么宗 宗 必然是 出自于曾经 那么以前 宗的对象 是君子 是君王 是国家 所以呢 我们把爱国宗室呢 何哉其家 那么你要爱国 爱国的根本 是从其家做起 因为国家 没有家 哪有国 同样的 没有国哪有家 所以国跟家呢 是一体而两面 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那么一个君子 只有把家齐了 那么他才能够表现出 爱国的一个 基本的 作为 那齐家 什么叫齐家 齐家呢 就是你的 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都能够上轨道 所以君子 用什么来齐家 用修身 来齐家 所谓格物自知 誠意修心 誠意修身 治国平天下 那所以呢 在修身之前 还有那个 我们人跟心 性上的关系 这个部分呢 在道之中子 我们都会慢慢的细讲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中世 世呢 是包括人事物 这些对象 这些对象 所以人事物事 理事 所谓理事圆融 事事圆融 理可顿悟 事须见修 所以这个事呢 可以说比理还要难修 那为什么呢 因为理是属于心性的 心性我们可以自证自解 但是事呢 是你还必须去圆融它 去 观照它 那么理跟事呢 才能够圆融 所以要能够修到理事合一啊 事事合一啊 这样的一个境界 是属于圣人的境界 是属于这个佛 的境界 要做到呢 这个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那真的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功夫啊 今天呢 我们讲到爱国 所以必须 连着讲中世 是 只有你 中世了 你才有办法 把这个国家呢 运行顺畅 所以 一个国家的自乱 兴衰啊 关系到 关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好 你不要跟 说跟你没有关系 事实上呢 跟你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因为你这种力量 那影响到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呢 就跟你有关系了 因为整个国家是所有的人 建立起来的 那么所有的人建立起来的 你就要承担这所有的人 之中的一个 义务跟责任 佛教要讲因果 那譬如说我们今天 爱国 好 我们用什么爱国 我们用选举 选出 能够代表我们心意的人 来治理国家 那么那张选票选下去 选下去 这个人 就成为 你的一个 这个责任 跟义务 那我们成为因果关系啊 那你选出他做总统 结果呢 他并没有好好做 那么 你有没有连带责任呢 从因果上来讲 你是绝对有连带责任 那么如果说这个 这个 选出来的这个总统 或者是说这个 立法委员做得很好 哦 对百姓呢 产生一个很 良好的作用 那么你也有连带关系 哦 你也有这种善业的 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讲共业 是包括善恶业 那么这个国家的这个 自乱兴衰啊 跟你有的绝大的关系 反观呢 我们这个世界 的自乱兴衰啊 其实跟你也有 很大的关系 那这种关系呢 那这种关系呢 因为太过于悬远 太过于浩瀚了 人的知见啊 没有办法理解 这种事情 所以必须要由 由佛来告诉我们 那佛告诉我们 新线事变 这个国家 会呈现成这个样子 今天天 天下整个世间 会产生这些局面 这个都跟你 有绝对的关系 你是唯一 主导这个 整个世界变化的 一个角色 哦 所以讲到中式 这个就是 你是否要尽忠 你看现在天 这个南北极的冰融化了 哦 昨天还在报道 南极的冰 迅速的在融化 那怪谁呢 怪 他怪呢 游客 游客呢 太多 游客呢 去参观 那 没有做好环保 那所以呢 南极的冰迅速融化 造成整个气候的 暖化的现象加剧 那么南这个 南极的冰融化 这些游客有关系 相对的 游客的关系 跟我们处在这里 台湾的关系 其实也有一种 工业的现象 你看台湾 你在制作 这个碳的排放量 是全世界排名 数一数二 那么这个碳的排放 不只是污染台湾而已啊 它是污染整个世界 你骑机车 有没有产生碳的排放量呢 你使用冰箱 使用冷气机 使用这些电灯 那么你有没有 关系到整个南北极 冰融化的问题 你有绝对的关系啊 你干脱 脱不了干系啊 所以你要知道 整个国家 世界的好坏 决定在你一个人 所以这个新线事变的道理啊 太深了 那我们今天 整个世界所呈现的样貌 是我的心 呈现出来的 用我的意识 变化出来的 那么心是 世之主啊 心接受污染的 所以呢 产生污染的变化就是世 所以啊 我们说阿赖也是 其实就是被污染的自信 阿赖也是就是 就是心心 就是我们这个自信 但是我们讲 自信不是如如不动吗 不是光明清净吗 但是呢今天 你的心有所变化 你的心呢 被外在的这些 贪真痴 爱 这些五一六成给染灶了 所以你制造碳的排放量 你制造 这些气候暖化的问题 这个是谁的责任 就是你 当然这个你也包括我 包括所有知道的人 也包括所有不知道的人 因果的现象 不会因为你相不相信 来决定你要不要受报应 这是工业的现象 所以呢 你不相信 你还是会得到这种 气候暖化的这个果报 这个土石流 可能就 在你家附近发生 洪水爆发 海水倒灌 或者是说气候异常 台风的这种风雨侵袭 等等这些现象呢 你都会遭受到 为什么 因为呢 是整个 人 新现世变的结果 所以从这样的道理 来分析的话 我们今天要了解到 道之宗子 今天教我们中世 我们必须分析到说 爱国中世 必须从中世 然后到于爱国 因为爱国的范围太大 所以呢 他把他归纳到中世 那中世 中又是什么 你看中国字写这个中 他写中庸的心 所以他这个中呢 在这个 字意上的表法 已经非常清楚 啊 这个是 会意识啊 你看了这个字 就会 要懂得他的意思 中庸的心 中庸的心 就是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所产生出来的一个言行态度 那是属于一种沉浸的行为 啊 不偏不倚呢 是这个 一念不生啊 哦 你没有任何是非善恶的念头 一念不生 那是处于这种最 圆满 最不动 最光明的那种状态 那就是心性 那就是自性 所以自性而发 你是绝对不会有所偏颇 所以六祖谈亲 为什么讲 这个 凡事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那如果 人在讲是非 我就合掌说阿弥陀佛 合掌令万喜 为什么 因为呢 你从中庸的心发 对于这些外在的现象 他只是一时迷雾 一时的糊涂啊 他所做的意思 不是他的意思 这个不是他的意思啊 这个我们必须有很大的一个认知 这个不是他的意思 那很清楚的就是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在佛经里面 佛告诉我们 一个人在还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境界 你不要相信他讲的话 他讲的话呢 他不对自己负责 不对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他讲的话呢 他没有办法掌握 他的话的这个真实性 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我们看到 耶稣被人盯上十字架的例子 那就很清楚了 你看一代的圣人 一代的教主 他在传播福音 结果呢 有人嫉妒障碍他 甚至连他的门徒 都背叛他 那么最后呢 政府当局 把他盯上十字架 那么盯上十字架之后呢 耶稣呢受的那种痛苦 摧残与折磨 他还仰望上帝 希望呢 上帝原谅这些人 为什么原谅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上帝派他的独生子 来救你这个世间 结果呢 世间人 还活活的把他折磨死 耶稣基督 希望上帝原谅这些人 原因是因为这些人 他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那为什么会不晓得呢 我们要问 这些人 这些这个全告未众的人 他们明明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只是耶稣基督呢 这个影响了他们的权利 影响到他们的这个 被认同的 这样的一个思维 哪有可能天保不住他们的位置 那有可能 所以他必须把耶稣基督 来把他处心 但是耶稣基督他很清道 他很清楚知道 是人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哦 因为世间的人 他还不达到开悟的状态 他没有达到阿罗汉以上的成果 在儒家来讲 他至少要达到君子以上的一个修为 他才能够清楚 对自己的言行负责 儒家讲人言为信这句话 他是只对君子以上的人而言 一般人他没有办法 人言为信 所以阿罗汉以上的人 才可以相信他讲的话 以下的人呢 他说他非常虔诚 非常恭敬 他说他百分之百对佛陀的信仰 这句话都不要相信他 他很爱你 不要相信他 他很恨你 你也不要相信他 因为时间过去了 他就忘记了 他不会清楚 记住自己所讲的话 所以他们对于中 中庸的心这个中志 他们也没有办法做到 中士对他们而言 只有君子以上的人才可以达得到 所以守持中士的人 那么我们就说他是一个君子 起码是一个君子 这个我们已经 了解到说 那么中士就是爱国 爱国的人 那是忠诚 我们说坂誠是忠诚 在国家为难的时候 才看到忠诚的面貌 看出谁才是忠诚 但是呢 一个君子 一个儒家的修行人 白养的修士 他不需要在坂誠的时候 他平常就已经显示出来 只是呢 一般人不清楚 必须借由那种动乱的现象 人的那种愚痴啊 人的那个知见啊 才可以从这些现象里面 看得出来 那么坂誠 请问现在 有没有坂荡呢 现在国家来讲 有没有属于坂荡的状态呢 老实来讲 其实是有的 虽然没有真正的战事发生 可是呢 我们每天 处在的一个状态啊 都是那种 混乱 这个 对争 对抗 或者是说 走上街头 互相谩骂 批评指责 都是处在这种氛围之中啊 所以呢 其实坂荡的作用啊 是 把它化于无形的 把它融入到生活之中 让你感觉到 好像没有 其实 里面已经是波涛汹涌了 今年的 最近 因为连续假日 那所以呢 出来游玩的人很多 那游玩的人很多 出事情的人就变得很多 我们很感慨的听到一则新闻 一贯道的道青 从高雄 要去台南 的佛堂打扫 结果呢 撞死在半路上 跟人家相撞 他还不是人家撞他 是开车的人自己去撞大卡车 结果呢 这个 七人之中啊 五人丧命 两个人重伤啊 那是道青龙 非常诚心的道青龙 如果说 我们的 道场的标准来看啊 他们是非常重心的 一些老阿婆 老阿公 他们呢 因为 有佛事 有法会 所以呢 去佛堂 固定的去佛堂 打理 清爽 没想到就这样 死在半路上 一般的人 道青看起来 这种事情 公平嘛 媒体还特别标榜 是一贯道的土 一贯道之土啊 那么一贯道之土 在半路 车祸而死 还不是因为去狂欢哦 而是去佛堂哦 你看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样预料 因果的发生 没有办法预料 那么这种事情呢 其实 我们也必须从 各种角度来分析 也就是说 这些 欧巴桑 欧尼桑 他们的忠心啊 对于 先佛 对于这种 天恩施德 他们的忠心呢 应该是不用怀疑的 因为数十年如一日 只是呢 刚好今天出世 那么今天出世了 我们要把它规矩于 它不够诚心 或者是说 先佛不保佑 或者是说 它的 这个结束已经到了 在我们到场 其实 偶尔都会有 这种事件发生 我们听得 除了感态之语 我们不晓得 怎么样面对 这种事情 甚至你要自远其说 你都没有办法把它收远 昨天我在 电脑的 email里面 收到 马来西亚的道经 归空了之后 来结缘 那么来结缘的 这个先佛里面啊 有一位是我的 大雪时代的好朋友 我不晓得 他已经归空了 我知道 他在马来西亚的学界 很用心 努力去开荒成全 一生的精力的 都用在学界的身上 他年纪比我大 可是大概也没大很多了 我相信他大概五十岁不到 但是呢 他已经归空了 但是我看到他报了佛号 是真君的佛号 那清发真君呢 我知道 这个呢 是他呢 实至名归 那么不枉他这一世的修行 终于 能够 回归本位 正得先佛的果位 我一方面是感叹 一方面是感动 我不晓得他已经归空了 那么他在 火书团的时候 我们相处得很好 他可以说是一个 很称子的大哥 形象的人 他会指导一切人 他们不足的地方 所以他也有积极性的一面 会让人家觉得说 他的这个行为 太过积极 会伤到别人的至尊 也有这一面 但是他的积极性呢 让他开创出一大片的道场 那么这样的人 五十岁归空了 我不晓得他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我很想知道 但是呢 时间因缘一到 我自然会知道 但是我肯定他的成就 他的成就呢 是在生前就看得到了 我还去过他们马来西亚的家 还有了他们老家 在这个吉隆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很偏僻的地方 麻坡这个地方 跟他们父母亲见过面 住过一段时期 我还写过文章发表在 这个宗德杂志上 在他们家的那段感受 还描述过这个人 没想到他这样 已经归空了 那么说到 昨天的新闻报导 这些欧吉尚 欧巴桑 诚心的这个道歉 在半路上发生车祸 也是这样走了 那么家属 爱痛与恨 在现场痛哭 那么这一切 因果的现象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们没有办法理解 说实在的 因果的现象 太过细微了 你看 人间一动念 天上一闪电 这种细微的现象 我们人的智慧 人的知见 哪有办法了解 我们今天学校 所受的教育 都是知识 都是才艺 跟这种现象 完全一点关系 都没有 跟修行的原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谁来跟我们讲 爱国宗事 谁来跟我们分析 我们生活上所处的 这些因果的 这些挫败呢 生命的打击呢 没有人会跟你讲 即使是先佛灵坦 他也不会跟你讲 那这个呢 要自己去自悟自证 自证自解 才能够了解 这些为什么会发生 我们可以说 这些很忠心的 欧几圣 欧巴桑 去打扫佛堂的半路上 被车子撞死 那么也许 他们的这个 命数已经到了 也许呢 先佛不愿意再 让他们承担 下一次的结束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就把他们调招回去 那么我相信这些人呢 在天上 一定有他们的果位 只是呢 用这种方式回去啊 会造成世间人的恐慌 那么这种恐慌呢 其实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要知道 他们诚心的理佛 诚心的在修持的人 都还会因为这样 这种事情而回去 那么一般人 没有诚心理佛的人 那天那些在谩骂 在抗争 在批评 在索取的人 那他们 我们可以想见 他们没有办法 回天的那种惨状啊 已经是更加 可怜了 起码我们见证到 他们因终而死 因终而死 这个古大德告诉我们 忠诚孝子 今天过世 明天回天做神 忠诚孝子呢 他本身就是修道人 如果他们不是修道人 那么 谁还敢说 自己是修道人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 修道 跟你 你读经 看经典 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圣经没有关系 跟佛经没有关系 跟四书 可兰经 完全没有关系 你要证悟到你的自信 了解到 你的那一份 诚心 敬意啊 是跟你的生活 生命息息相关 跟世界经典 是没有关系 经典 指典你 要不要坐在你 跟这个佛堂没有关系 跟清真寺 跟这个教堂 跟这些佛寺 完全没有关系 你天天跑道场 跑庙宇 充其量 只能够沾到神的光 给你一点点 你的福报 因为你没有造恶 你没有造恶 起码福报就会显现 但是对于 你的解脱 你的证悟 你去跑这些道场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呢 你必须在道场的行持之中 要回归到 那个天地 西街归 那个一 那个自信 你的这个作用 才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讲 忠识 你今天呢 做忠识 做校 做这些道场的事情 你有没有达到忠识 的一个诚心建议 忠 既然是不偏不语 那就是发自与自诚 自诚是一念不生 你有没有生念呢 你有没有 这个 千尝挂应呢 你有没有抱怨 抱怨批评呢 我们在道场 看到到了 任劳不任怨 这样的事情是很多 等于是叫我们做事情 什么人安排我们做什么事情 我们只好去做 但是呢 内心不服气 内心不服气 即使你没有讲出来 你那是不品的气啊 还是存在你的心中 那你的这个心啊 你这个忠庸的心 忠已经骗掉了 你不够忠啊 所以我们此时此刻 了解到这些现象的变化 回过头来 就要自省自己 反身而成啊 一切要反求诸己啊 自己是不是达到这样的标准 这个 我们看 整个天地万物 它都是一种 中的视线 每天都在视线给你看 但是呢 你有没有办法看懂 你看日月深层 日月有没有中 非常的中 中至于 中到呢 是你没有办法 你觉得他们已经不是中了 你没有办法体谅到他们的中 你看太阳白天就升起来 晚上下去 月亮升起来 日月交替 有谁比这个更中的呢 我们说狗最中了 狗还不一定比这个还中 更不用说人 那么你看 这些草木 这些花草 中于是世纪 你看世纪来 他们该发芽 该开花 该结果 有哪样不中的 都是中 所以天地万物都是中 他们中于自己的事情 他们中于自己的心 那么说来说去 只有人 会讨论中不中的事情 因为呢 中这件事情呢 在天地万物而言 它本来就是一个 如如自然的行为 所谓 所谓法尔如是的行为 它不需要去讨论 不需要去弘扬 今天我们把它拿起来讲 中事 你要去爱国 爱国中事 这样才是一个修行人的典范 你看这还是修行人 那一般的人怎么办 那所以呢 中一定是出自于自信 才是中事 你对于每一件事情 你才能够呢 依照你的中心呢 去判断 去从事 遇到于你那份成绩的心 所以 你看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的角色是听众 你就是中于这一场课 的演讲 好好的听 用心的听 把它听到你荣为关东 听到你能够受用 你没有中 你呢 听客人胡思乱想 千禅挂爱 结果呢 这场演讲 对你呢 只是形式上的圆满 对你的内心呢 一点帮助都没有 那么这一场演讲 对你而言 你就没有 做到尽忠的本分 你没有尽忠 那么讲师呢 他要用心的讲 好好的讲 讲师没有办法说 完全依照性德的讲 起码他要用心准备来讲 去感应 听客的众生 他们的这个内在的心 心里面的需求 那么台上台下之间呢 就能够互相应感 互相交融 那么这个讲师呢 他讲客 他才有做到 这种尽忠的本分 我们现在讲客啊 后写都不看稿了 但是有做准备 在现场的讲客 是不看稿了 所以我们前面没有大字报 前面也没有显示字幕出来 我们讲的呢 都是呢 依自信而发 所以我们要抓到 那个自信的核心啊 才能够远远不绝 把这个道理啊 视线出来 那你要抓到这个事情的核心啊 这个道义的核心啊 你必须 自己要有所证悟 有所体悟 你要去修行 你不是看了书就算了 我们说看书是跟修行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 六祖弹经里面 法达 这个角色 送了法华经三千步 哦 不得了 自以为很厉害了 但是没有感应 可是呢 每天都觉得自己不得了 那么他去见六祖慧能的时候啊 礼拜头不至地 这个六祖一看啊 哎 这个人 怎么这么大我慢啊 生这个高傲的心啊 我就问他说 你礼拜的时候 如果头为什么没有磕地啊 磕到地上 那才是真准的礼拜啊 你没有磕到地上 那表示呢 你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情 一定有你自己认为呢 非常觉得了不起的事情 值得骄傲的事情 那你说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 这个法达就直接讲 我送法华经送三千步 讲的时候呢 可能得意洋洋 那法华经你看是非常厚的一本经典 法华经是制成一个法门 法华经教人回小巷大 教人呢 这个一大事姻缘 他教人呢 一乘佛法 没有其他圣啊 没有所谓的洋车 牛车 大白牛车 没有这些分法 就是 回忆佛圣 所以成佛了 法华 那成佛 就是呢 法华经 法华经的宗旨 就是来讲这个 那一部这么厚的书啊 一天念一部啊 就已经不得了了 他念三千部啊 你看 这个 一千部啊 一天念 一千部来算 大概要三年多 那三年多 他这个三千部啊 大概念了 将近十年啊 如果说我们粗略了一个概算的话 法达念法华经啊 可能念了十年啊 每天念 哇 这个不简单啊 这的确是一个 这个精进的功夫啊 但是呢 他没有念进心里面去 所以呢 他礼拜祖师的时候啊 升起大我慢 然后六祖会能问他 那你念了这部经 你知道这部经在 在说什么吗 法达说我只顾着念经啊 我也不晓得里面在说什么 那六祖就教他 不然你念 念出来听看看 然后他就念给他 会能听 念到第二品 六祖会能就跟他讲 好啦你不用念了 我知道了 六祖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 唯一佛圣 要叫人回小向大 你坐却白牛车 可是呢 不见明理 所以教他讲 唯一佛圣的道理 唯一佛圣呢 就是我们这个明示一指的 这个唯一自信 我们内在的佛法 内在的自信 这个是唯一佛圣 只有呢 你从明示一指的地方下手 你才能够见到 本来面目 你才能够明心见性 所以佛家讲明心见性 儒家讲存心养性 你要从存心养性 然后来达到明心见性 存其心养其心 存什么心呢 存这种三纲五常五伦八德 爱国宗事这种心 存那个心呢 不偏不倚 然后呢 没有其他的妄想 执着 分别 存这个心 然后让这个心呢 死死保持 不会变化 就是养心 养这个心呢 让它慢慢的扩充 这个就是浩然正气 所以浩然正气 起之于我们的自信 的那一份 如如不动 自信本体 我们找到了那一份的 这个 这个 自信本体 那一份清静光明 那一份如如不动的 的一个道理 本来成佛 本来众生皆可以为遥顺的这样一个道理 只有明师这一只已经告诉我们 谁可以晓得呢 当然师父引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今天佛性 已经呢 具足在我的内在 一切外在的 这些言语 行为 这些庙语 都只是 我们的一个 引元 那有可能 变成我们的障碍 这样的障碍呢 会障碍我们 寻找到佛性 的一条路 所以不要在意 这些外在的 道场不再看大或小 上课不再看多或少 你这个 道场的这个地位 也不再看高或低 因为一切圆满 一切平等 一切清静 那么呢 就没有所谓的分别 所以当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 都没有分别 这个就是忠实 那么忠实的道理呢 造成你一个爱国的现象 你看你做好一个老百姓的本分 你该缴了税 你该尽的义务 你把它尽好 这个国家呢 每一个人都这样 是不是国家就运行顺畅 是不是国家呢 就能够富强康乐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那今天我们不是啊 我们认为呢 做法会 或者是说捐庙款 或者是说 理这些神明 我们才认为说 这个 一个百姓 帮助国家社会 富强安康 的一个道理 其实都不是 不在外在这些形象 你要把这些外在形象 放掉 甚至你要把你的头脑放掉 只有你回归到你的自信 你的那份佛性 我们也可以说神性 神性呢 发现到神性 你才是知道 你真正的爱国 是这么样的踊跃 这么样的爱护众生 这么样的爱护这个天下万物 神性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 只是呢 你忘了 你一直不在 不在家 真主人没有办法做主 神性常常来找你 佛菩萨常常来光顾你 可是呢 主人不在家 主人不在家呢 这些神性啊 这些佛菩萨 没有办法加持给你 没有办法帮你引出来 因为你不在家嘛 那你跑到哪里去了 你跑到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你跑到外在的这些染灶 那你去了 跑到这个卡拉OK店 你跑到这个抗议的群众 你跑到电影院 跑到歌剧院 你一直在向外跑 包括你跑去道场 你跑去听人家演讲 你心都往外散 你不晓得有拿收心回来 虽然道场也是一个引员 来帮助你开启的内在的自信 但是呢 你的心如果没有抓住那份 亲近的本性的话 做这件事情 反而障碍了 你成佛的机会 所以有的人 离开了世间的园 进入这种 修道道场的园 但是呢 离开了那个位置 得到了这个位置 你还是要 你还是在那里分别执着 你还是在那里抗争 我们在道场讲 不去跟人家抗争 不去跟人家有所分别 但是呢 你在道场 同样在做这些事情 你只是换了个位置而已 你没有精进 你没有成长 你修行不受用 不健功夫 所以你要知道修行 自己有没有健功夫 很简单 你要跟你去年的你比起来 今年的你跟去年的你 你今天呢 今年的你 有没有智慧开启了一点 凡事有没有放下一点 你的杂乱 有没有抗开一点 这些干扰你的 这些五一六成 有没有离远一点 如果有 那么你今年是进步的 你的修道是得力的 但是呢 年年看啊 已经是来不及的 我们必须的 每个月都看 每个月都看自己 有没有产生 那一份的决授 有没有放下那一份的 这个妄想 无名 分别跟执着 每个月看 至少要用这样的一个标准 才是一个精进的修道人 那么有的人是每天看 那更加精进 每天看 看今天的你跟昨天的你 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没有进步 这是每天看 你看观生敌军教我们 每天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骑的那个刺兔马 手拿着这个青龙掩月刀 就是在做这个标法 你看青龙掩月刀 它不是用剑哦 它是用刀哦 一个大刀哦 这个大刀的力量 是非常的强的 所以这一刀斩下去 那比剑的力道还要大 所以呢 这个刀呢 表示一种勇气 一种脱力 那个斩 表示一种 表示一种智慧 你要用智慧 再加上勇气 来斩除 斩除这些外在的攀缘 五一六成 明文立养的干扰 你要把它斩除 然后其的刺度 不断的精进 那么你才会渐渐走向智慧的光明 这个是观圣帝君的标法 那所以呢 观圣帝君 为什么最近 我们这个年代 他的这个信徒越来越多 他的供奉也越来越多 其实呢 他是一个得使的神明 因为他是现代的欲望大帝嘛 所以呢 得了这个天使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上 在修行上 碰到了什么障碍 我们可以请求观圣帝君加持 帮我们尽数排除 让我们呢 早一点进入那个神性 早一点 找到我们的良知本性 但是要用什么找呢 观圣帝君教我们 三纲五常 五伦八德 你看观圣帝君的经典 通通在讲这个 他没有讲那个 无为而为 他不讲这些心性大法 玄远的道理 现在的众生听不懂 那必须讲人的道理 人圆满了 自然了 这个心性就圆满了 这个是先佛 慈悲啊 他指示我们的 人事尽天道圆了 所以呢 一定要从人事的 这种基本做法来做起 所以爱国宗事 就是属于人 人事 去圆天事 人心 去 应这个天心 这个是爱国宗事 那所以 日月星辰 草木万物都是宗的 那么人怎么可以不宗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 一个人 当他忠于他的本分的时候 他是毫无畏惧的 他对于各种障碍 各种阻碍 他是呢 要迎刃而解 他要拿起那个关刀 去把他斩除 迎刃而解 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讲一个宋朝 宋朝这个 这个人啊 叫郑霞 郑霞的故事 那郑霞呢 他没有 他 也没有什么名气啊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呢 他的老师就很有名气 可能大家都听过 那就是王安史 那王安史呢 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啊 所以可见呢 他的这个文章啊 是流传后世的 那他是北宋时期啊 那个宋神宗 那个时代的宰相 所以王安史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他的极力变革 想要呢 改进人民的生活 所以呢 他的革新变法 我们知道 这个王安史的改革啊 在历史上是有流明的 他发展了很多 的这种 法 历价很多的法 希望呢 让人民来遵守 希望呢 国家达到 这个富强康乐 后来 当然 这个皇帝支持他 神宗的时代呢 支持他的想法 要当然放手去做 所以呢 他颁布了所谓的 农典水利法 清淼法 军书法 这个宝甲法 宝马法 等等一大堆的这个 这个法 名词是相当的多 明目很多 这明目很多呢 他把它统称 叫做心法 那么这个心法呢 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却呢 惹得天怒人怨 惹得天怒人怨呢 这是因为他不懂得 治理人民的根本 他一味呢 用强制的方法 强制的方法 譬如说 保甲法 保甲法 甲就是 甲兵啊 就是说你要 提供一定的 这个 这个 服役的人员 我们现在说 当兵的人员 那么你这口家 如果说 有两个男丁以上 那么另外一个男丁 就要出来当兵 来做这种 维护当地治安的工作 这个呢 是保甲法 还有清苗法 这个清苗呢 这个农民 种出来的这个稻苗啊 一部分要上缴国家 但是呢 他的规定呢 很严苛 以至于呢 这些农民呢 光上缴的部分啊 就不够了 更不用说要养活自己 那他的 这个这些法呢 弄得民不聊生啊 怨生再到 人民没有因为 这些新法而得到利益啊 反而得到更苛刻的 这样的一个政府压制 所以天怒人怨 怒到什么地步呢 怨到呢 这个老天也不下雨了 你看人民的 那个怒气啊 会惹得老天感应 那神宗皇帝的时候呢 在位啊 皇帝如果没有得性啊 那么 这个这些 鬼神啊 就会作乱 在国家作乱 因为呢 有一个坏的法 我们不敢说 王安史是一个奸称 起码他也是 为人民好 只是呢 他不懂的方法 那么他的学生正想 建议老师 应该废除 这些新法 重新订定了 比较有利于人民的法 不然呢 流民 一大堆啊 所谓流民啊 就是 在家里养不活了 吃饶了 四处流浪 西家带眷了 四处讨饭吃了 那么流民成了一种现象 所有的 只要一个城市的流民 就这样出发了 那这个 这个 国家就 不得了了 发生动荡 老天不下雨啊 所以 也没有农作物啊 没有农作物 你怎么上脚 更不要说 你要养活自己了 你吃饭都没得吃了 你还要上脚 所以 干脆不种 所以后来 他的学生正侠 非常有这个 意气 他觉得说 老师这种做法 是不对的 所以他就跟老师建议 希望能够撤销 但是王安史没有听 也不理会 他这个无民的小子 乱讲话 后来政侠了 没有办法 他只好呢 将这个流民 出走的现象 哀鸿遍野的现象 画了一幅图 然后呢 送给皇上 可能经过了各种关系 他把这幅图 送给皇上 然后呢 亲自跟皇上讲 如果皇上 能够下令 废除心法的话 我敢用人格保证 我用生命保证 天马上会下雨 天如果不下雨 我宁可自杀而死 或者是被朝廷促斩 你看政侠懂这个道理 他愿意用生命来换来 这个天降甘霖 那宋神宗呢 他还算是 有德的皇帝 在北宋的时期 宋神宗之前的宰相是司马光 这些人算是很有能力的 这些贤臣在辅佐他 那虽然这些 知识分子 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神宗皇帝啊 还算是很会用人 那他听到政侠这么讲 他也是非常感叹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于是呢 下令废除心法 王安石的心法 就下令废除 王安石的心法废除 王安石当然去抗议啊 抗议无效 改由其他人 颁定新的法律 结果呢 王安石呢 因为呢 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呢 他也就持官而去了 后来呢 在持官之后的两年 王安石也就气死掉了 但是听说 宋神宗 废除心法之后 天马上下干 干露 干露 法语啊 天降干露啊 整个大地啊 这浦泊渊泉啊 滋润万物 滋润众生啊 人民跑出来街上 跑在农田上 跑在这个大地上 在那里 感谢老天啊 下了这场雨 浦降干露啊 让他们得生 那新法的事件到这里 才算是告一个段落 你看这是政侠用死 死剑 呼吁这个皇帝 能够赶快废除 死剑就会成功了 但是呢 政侠毕竟 大家早安 道之宗子 讲到爱国宗室 特别要强调 宗室 这个德募 那我们看 最近的时事的变化 虽然金融海啸 已经过去了 那么台湾的景气呢 也渐渐的上升 但是呢 整个社会啊 有一种很奇怪的氛围 充斥弥漫着 这样的氛围呢 那就是呢 这个贡业的来啊 贡业的肃杀 已经没有那么明显 而是呢 形成一种 别业的讨报 很明显 别业是什么呢 别业就是 每一个人 他自己的因缘果报 现前的时候 所受的淘宝 这个是别业 像金融海啸 像八八水灾 像整个经济不景气 这个是属于贡业 但是贡业过去之后呢 另外这一波 好像又是别业的兴起 整个 这个形势 气势在看涨的时候啊 那么贡业没有办法 形成 大面的 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 讨报啊 那么我们就用 个人的讨报 我们说没有办法用联合报啊 也可以用自由时报啊 那联合报就是 联合同时 一起 来报 那自由时报呢 就是自由自在 随时都可以来报 那叫自由时报 那我们每天看的新闻啊 充斥前面的这些 社会画面啊 都是这样子 你看单单一个 H1N1这个疫苗 最近接二连三 发生了 打疫苗之后 而产生 各种副作用 乃至死亡的案件啊 每天 都有在上演 那这个 交通事故啊 频传 有的人莫名其妙呢 就这样 被撞死了 昨天两个人 蝉死在供车室下 这个实在是很离谱 很难想象 很可怕 那昨天后写特别提到 我的同窗好友 马来西亚的 青发兄 林讲师 那他已经归空了 被封为青发正军了 那这个消息啊 来得太突然 太快了 我们不晓得要感慨 还是要感动 那么当然啊 青发正军 他能够 成圣成贤啊 继续在 天佛院 来帮助众生啊 那这个 也是他个人羞耻的 的果报 我们也要 恭喜他 那么留下来 在人世间奋斗的 那就不能够输给他 就是这一 后面的人 一定要比前面的人强 那这样的 道场才有一个 欣欣向荣的 一个契机啊 那么青发正军啊 给我们一个 很好的典范 那他是一个年轻人 那他 这个对道场的努力呢 又不输 前面的人 你看我们前面的 这些大德者 这些前人辈 封大仙的 封真军的 封菩萨的 都是有 那么 像 青发兄这样子 一下子就被提拔为 真军的 那在这个 那个时代是很少见 都是从大仙 慢慢升级到真军啊 他这样一下子就 跳到真军去了 那可见呢 他在世 所留下来的功德 是很大 而且以他的年龄来讲啊 跟这些前人辈以来比啊 真的是没办法比啊 所以青发正军啊 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那呼应到最近 这个交通事故频传 个人的伤亡 这种频率很高 我们不晓得 我们不晓得 这是不是 今年 另一波的结束 那所以呢 每一个人呢 要能够公敬为上 公敬为上呢 你对于你的心啊 就是要 这个祖宗 你就是要忠视 你对于这个 家庭 整个社会 还有国家 你都是呢 要秉着你这个 忠心来用事 那这样呢 就能够步步为宜啊 柳暗花明啊 所以想到 人跟国家的关系 人显得是 非常的渺小 不要说世界了 不要说天下了 在这个国家之中 人就已经这么渺小了 人到底可以 有什么作为 可以帮助国家的呢 其实这样讲起来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 可以作为 我的一己之力呢 能够做多少 那么就 就做多少 那么其实呢 整个国家的力量呢 就是在你这个 一己之力之上 为什么 因为整个汇聚沉重了 所谓人以群分嘛 物以类聚啊 那大家呢 聚集在这里 形成一股 共事 这样的一个共事的力量啊 就会营造出一个 非常庞大 非常 这个排山倒海的 这样的一个能量 来改变整个时局 所以呢 这个能量呢 必须是 这个 目标一致 你那个目标 如果不是一致啊 那么你这个力量啊 你这个共事力量 没有办法打倒工业 结束海宿未来 所以呢 一定要力量集中 那么我们现在 就要讨论啊 到底怎么样 让它力量集中呢 这个力量集中啊 就好像 孟子所讲的 天下逆 源自一道 大家呢 回归到道的本体 那这样的力量 才会集中 整个世界啊 才有可能改变啊 国家呢 才有可能呢 跳出各种的危机啊 台湾虽然已经过了 那个金融危机啊 但是台湾受 金融 这个海啸啊 那个杀伤力很大 一肚子 沉到 一阵子 沉到谷底啊 现在又反弹回上回来了 那么这个是 利多还是利空呢 我们也不得知 整个局势的变化 起起伏伏啊 所以起起伏伏 其实才是人生的变化 一路好走的 一路平顺的路啊 一反风顺的路啊 不见得是好走的 起伏不定的 这样的一个人生啊 那才是 丰富的 这个在 我们人生的观念里面啊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但是呢 每个人都想求一反风顺 可是一反风顺呢 到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也没用 频频繁繁的过这一生 那有的人认为这样也不错啊 这个是呢 英雄枸杞 那么这个 习于宿命 以前是怎么样子 现在继续这样子 那么习于宿命呢 当然就是得接受 这种命运的安排 六道的轮回 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 以自然为师啊 以自然为师 大自然是我们的老师 这个叫无师 无师道 那么大自然 他所做的 这些 视线啊 每一个都是 来警醒 来教导我们 那么人 为什么会跟大自然 会有所 违抗呢 所谓顺天者唱 逆天者亡 顺天 天的本意是什么 天的本意在我们人世间 那叫做 三纲五常 胡伦八德 天的本意在这个国家里面 就是叫我们爱国 叫我们忠实 在家庭里面就是孝顺父母 有爱兄长 这个就是天的法则 顺天者唱 那么你的家庭会昌盛 你的国家会复兴 就是要顺应这个天道 所以道不是一贯道在讲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讲道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道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这个道呢 齐聚起来 把那个道的力量发威啊 那么形成了这个共识啊 就能够打倒 打倒共业 让台湾呢 这个宝岛啊 真正的形成 福尔摩杀 不再是贪婪之岛 不再是呢 这个抗争之岛 那这个是需要了 整个人的共识 所以 现在重点是 我们要怎么样达成共识 这个是非常主要的力量 那就是呢 要有人去做 谁呢 那这个人就是有心人 有心人要去做 那么谁是有心人啊 有心人就是你呀 就是我呀 就是我们这些 想要回归自我的人 想要回归自然的人 想要天地 西皆归的人 想要这个三刚五常 五轮八德 何以秩序的人 不要再脱续 不要再 这个五一六成 不要再四身六道 这些人 所以呢 这样的道理呢 并不是每一个人 能懂 但是呢 有的人呢 他不懂这样的道理 可是呢 他有在做 比如说他孝顺父母 他忠心于 这个他的长上 他的这个公司老板 忠心于 他自己的 本分 职务 那么对于深层的道理呢 他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 在论语里面 曾经讲了 虽曰未学 无必未知学矣 这是指下讲的话 虽然说这样的人 没有 没有说过 他有去受教育 他有去学过 什么大道理 但是呢 我要说这个人 就是已经学过了 所以你看 我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已经学过了 他们在做人的处事上 他们做得非常的圆满 他把这些小孩带大 在这个社区里面 营造了一个 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是三四十年代了 离我们现在已经很远了 也隔了两三代了 所以隔了两三代之后 这些小孩子啊 受过科学的洗礼 欧风 梅雨 的这个侵蚀 整个观念呢 已经改变了 那么这个大观念的改变了 让我们重新思考 重新定位 我们的根在哪里 我们主要的本在哪里 人所要依规的是什么 我们如何凝聚共事 成为一种新兴的力量 来对抗整个结束 我们说的结束 现在屡屡传在我们的面前 你看这个H1N1 气候暖化 最近寒流来了 所以呢 你看 整个大陆 一场雪啊 把正在行驶的火车啊 通通淹没了 旅客被佛 被这个雪啊 封住在 在那个火车轨道上 一整天啊 不得动弹 这个是气候 这个异常 气候异常 造成了整个 这个地球的 的一个大变动 所以呢 有很多物种 会因此而灭亡 那么有没有可能 人是最先灭亡的呢 这样想起来 是非常有可能的 为什么说非常有可能 因为照理我们 的认知啊 整个宇宙的形成 升天升地 升万物升人 那么如果 整个宇宙的收束呢 那第一个收的 一定先收人 收人 收万物 收地 收天 那这个顺序一定是这样的嘛 但是呢 我们 不晓得 到底什么时候 要收人 虽然说 已经到了 五位 香蕉啊 这是仙佛 一直告诉我们 现在是五位 香蕉 五位 香蕉 就是说到了 十二点多 如果按照 如果按照整个实际的 云会来看 把整个天地的生成 看着一天二十四小时 那么一天二十四小时 现在已经走到了 中午十二点多了 那中午十二点多 到了三点以后 要收人了 所以看起来呢 已经是快到了 但是呢 佛经的理论 佛告诉我们 这个一节 可以演化成一刹那 一节的单位呢 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 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呢 是相当短 可以演化成一节 所以说有的人感觉呢 度日如年 这个时段好像特别久 有的人度年如日 哎呀 每天这样子 日历一天一天的再翻 时间过得很快 那个 这种啊 就是所谓的 一节变成一刹那 一刹那变成一节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 那这个我们可以体会 那这个意思呢 我们也可以 把它解释为 那就是说 生这个收天 收地 收人 那它的时间呢 虽然是说在 三点以后 但是这个三点 我们现在十二点以后 到三点之间 还有多长的日子 这个是我们在努力的地方啊 还有多长的日子 也有可能无限长 可是呢 照轨迹的运转 是不可能无限长的 但是呢 人的一个努力啊 人的一个精进啊 也可以把它无限的拉长 让整个世界末日 不要来临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呢 就是大家营造共识 什么共识 回归自然的共识 回归自信的共识 回归道的共识 用这个共识呢 来面对整个业力 整个这个结束 收天收地收人 收万物 这样的一个结束 那如果说 这个大家都努力了 那个结束可以拉长 拉长到 我们修行可以正果 我们可以来去自如了 那么 好 毁灭 毁灭就毁灭 我们先回去 让新世界在生成的时候 我们再来 这个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 要度化九六亿云态佛子 这个是弥勒祖师 的一个愿力 那么要度化这么多众生 需要更多的徒弟 来帮助他 虽然佛力啊 可以无量无边啊 但是呢 佛不度无远之人 大与虽大 不论无根之草 所以呢 人的那个 远啊 必须要让他成熟 人的佛远啊 要让他成熟 可是人本来就有佛远啊 人本来不是佛吗 有 那个种子呢 一直在核心里面 所以呢 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是找出那个核心 核心是不好找啊 那么我们至少要先找到 通往核心的路 通往核心的路呢 是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们 你必须自己去悟啊 除非今天 有明师将士 来告诉我们 通往核心的路 就是往那里走 那我们才有得救的机会 那今天明师已经来了 明师也告诉我们 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那现在呢 还没有得到的 还没有得到那个指点的 要赶快去找明师 不晓得你能不能找得到啊 总在预言不同 预言不同 所以呢 你有没有这个成就的因缘 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成就啊 所以呢 这个成就有先后 有次第 那么我不想再等到下一次轮位了 我想我这一辈子 我就要可以回天 我要及生成就 及生成佛 可不可行呢 可行 为什么可行 因为呢 我们有明师一致 我们有天恩师德的保证 我们后台老板是谁 弥勒祖师 祭公我佛 成圣的 诸天仙佛 都是我们背后的后台 没有人像我们这样 有这么强固的后台 这个关系啊 你今天所在 世间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是天恩师德的供应 你是为了天恩师德 来到这个人世间 你是为了服务天恩师德 所以呢 你用肉身的样子 你用忍的样子 来存在这个世间 那所以呢 你要做的是佛的事情 圣贤忍的事情 那动众生不知道 你要告诉他 你要教育他 教育他 用以身作者 用言语事件 用文字显化 等等的方法 你要教育他 教育他 回归自然之道 回归三纲五常 五轮八德 回归爱国宗事 起码你 对你自己的职责 你自己的本分 这个就是重 所以忠事的道理 事事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我们说 理可以顿悟嘛 事要见修 这个忠事的道理 就是要你见修 见修你在人世间的 这些人情障碍 人情事故 你要去修完 修满他 因为呢 这是你累积累世 所 我们要必须面对 去把它 圆满起来 既然有命嘛 我们今天 要怎么样 摆脱命运的束缚 你看 单单一个鬼神 就知道我们的命运了 就可以束缚我们 因为我们有命 我们有束 命跟束在我的身上 所以呢 我可以 被他束缚 但是如果没有我 我连这个肉体都没有了 那么请问你要怎么束缚 你的束缚是在肉体上 后天上发生的 你的命呢 也是需要这个肉体 才能够呈现 我既然都没有肉体了 我要怎么样 被你束缚 所以没有我 没有我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你的宗事 宗道要没有我 没有分别嘛 不偏不倚 那个就是真实的我 那就是诚心经义 最大的诚心经义 最大的清静心 那诚敬是功德 清静心是功德 爱国宗事是功德 功德 足以帮助我超生了死 所以你今天 想要超生了死 你要先从 尽自己的本分做起 你的本分是人 你要从人做起 人为什么会有习惯呢 人的习惯 其实都是呢 莫名其妙 累积来的 你不晓得什么原因 那个无名就产生了 所谓一栋学家 做一个猴子的实验 把一群猴子关在一起 猴子有地域上的观念 所以呢 猴子里面呢 一定有阶级制度 有所谓猴王 那么科学家试着呢 把新的猴子 放进这个猴群里面 那么这个新的猴子啊 这个阶级最低 所以呢 他的身份最新啊 最卑贱 什么事情呢 最初出众的 都要他做 那么什么人都可以欺负他 所以典型的老兵 可以欺负新兵啊 现在呢 科学家 又把一些老兵抽走 然后呢 又放了一些 新的猴子进去 结果呢 这个第一批的猴子啊 又欺负第二批的新猴子 那原来的猴子 原来的猴子还是一样欺负第二批的猴子 反正老兵 老兵欺负新兵就一直欺负下去 那么他们用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他们在这个园区啊 放了一根香蕉 那么这根香蕉呢 猴子看到香蕉 总是想要吃香蕉 就会呢 伸手去拿 每次伸手去拿 这个科学家呢 就在那一刹那 就洒水 就会放水 然后他就 被淋得全身都是水 只要想拿香蕉的猴子 都会全身淋得是水 那所以呢 这些猴子得到教训了 得到这个经验了 香蕉 撒水 全身湿透了 这个化成等号了 所以他们现在不再拿香蕉 旧的猴子都知道不再拿香蕉 可是呢 当这个新的猴子一进来 老兵可以欺负他 欺负他 他总有一个慰藉的地方吧 他看到香蕉 他也去拿 好啦 他要去拿香蕉 结果呢 那些猴子啊 更加的追打他 哦 把他打得这样 落魄凄惨 因为呢 他要去拿香蕉啊 那么他是新兵啊 所以他不晓得为什么 反正呢 新兵总是要被打 现在呢 第二批猴子进来了 第一批的新兵 也可以打第二批的新兵 只要呢 他要去拿香蕉 就可以修理他 好啦 现在呢 在猴子之中 形成一个共识 那就是什么 香蕉不可以拿 谁拿了香蕉 就触犯禁忌 就要挨打 然后现在呢 科学家又把一些老猴子 拿出去 哦 又放了一些新猴子 进来 结果这些新猴子呢 被欺负之后 也想去拿新香蕉 结果呢 被欺负的更糟 然后要去拿香蕉的 被欺负的更糟 反正只要走到香蕉那里 就是被打 一直到呢 所有的最粗一批的猴子 这些老猴子啊 通通被抽离掉了 加进来都是新的猴子 加进来这些新的猴子啊 跟香蕉 跟这个洒水被打 是化成等候 那他们不晓得为什么 香蕉跟被打 会化成等候 不晓得为什么 所以没有人 没有猴子 再去敢去摸那个香蕉了 其实这个实验啊 很有趣 可以告诉我们一点 那就是呢 我们的文明啊 也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的这个习性啊 也是这样累积来的 人说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怎么样 那么累积久了 就行了一种文化 这个地区的一种文化 你可以做什么事 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做什么事情 是受到惩罚 不做什么事情 你是受到鼓励的 就形成这样的一个 次序出来 这个就是 这个地方的游戏规则 那形成一种 礼仪的教化呢 这个就是一种 人世间的游戏规则 所以你看这个文化 是不是对呢 不见得对 可是呢 只要是 用得到 用得在对的地方 那就是对的 你看中国的礼乐文化 在中国是很合理的 可是到了外国 不见得合理啊 你看外国人 要向皇帝下跪 外国人这种事情 看不出来 你就知道说 这个礼乐 在其他的国家 不一定 合得来 那么所以各地 有各地的文化 各地有各地的习俗 那么这个习俗呢 形成人的一种习性 这个习性啊 就形成人 人在人世间 你跟人家 这个人情世故交往的 这样的一个惯例 所以有好的惯例 有坏的惯例 然后再加上 自己的文明 习性 加上传统的文化 然后呢 自己的文明 这样加来加去 就变成你现在这个样子 那所以圣人教我们 你要爱国宗事 你要进天地里生命 这个呢 都是依照你的本性而发 至少本性而发的东西 是不会出错的 那所以呢 当我们把这些 依赖的习性都去除之后 我们会发觉到说 我们原来的面目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清清清清光光明明的 所以说为什么 这个本性是善 习性是恶 善恶的道理 是从这里分 那是两种性 因为两种不同样的性 所以呢 人会把它搞分在一起 那所以在大自然界 什么才是最好的 在自然 没有一样不是最好的 你看玫瑰花 玫瑰花 最漂亮 那康乃兴呢 康乃兴呢 康乃兴 最温馨啊 莲花 莲花最脱俗啊 菊花 菊花最有这个 蚊子冰冰的味道啊 那个 银鸭灰呢 那个银鸭灰算什么 银鸭灰就是有它点缀的作用啊 所以什么花是最好 每一朵花都是最好 这个就是自然 自然之道 所以哪一个人最好 每一个人都最好 把你的成见 把你的习戏 把你的无名丢掉 把你的本性流露出来 你的本性流露出来 是不偏不倚的心 这个就是宗事 不偏不倚的对待 这些人事物 这些社会自然 那么你就是回归本性 所以呢 我们要以自然为师啊 自然是我们的老师啊 银鸭灰是我们的老师 玲瑰花是我们老师 什么都第一啊 你看我们人 人的器官之中 什么是第一呢 什么最重要呢 没有 没有最重要的 都是 都是第一 都是最重要的 没有所谓的特别重要 没有所谓的比较不重要 你看以前的人 扁桃腺发炎 以前的医学 扁桃腺去把它割掉 到后来你看 盲肠发炎 盲肠把它割掉 那为什么 因为扁桃腺 对人体不重要 盲肠对人体 没有帮助 所以可以把它割掉 但是呢 但是呢 后来的医学发现到说 扁桃腺其实可以 可以帮助这个免疫系统 盲肠可以帮助这个肠胃的 各种细菌的消化 都重要 可是呢 已经被割掉的 那些人怎么办 那吃饶了 说声抱歉 那所以呢 我们人的身体器官 每一件都重要 每一个都重要 你看 你说眼镜最重要 那么你不可能说 你不要鼻子 不要嘴巴 我们整个身体 你说头最重要 你把头拿掉 你把头拿去 但是你不要脚 你不要手 你不要身体 不可能 这整个是一体的 所有的都重要 你看单单 这个头发 微不足道的头发 其实你不要说它 微不足道 整全球上百万人 因为头发 而伤脑筋 而吃不下 而睡不着的人 很多 所以头发 头发重要 哪个器官不重要 你说 没有 在这个器官 在它的功能上 它的功能是第一 眼睛 眼睛第一 耳朵 耳朵是听 是第一 鼻子 鼻子 闻第一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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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肠 是第一 身体 身体触觉是第一 都有作用 没有一个没有作用的 那么 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整体没有人 第一 没有老大 那么你看我们在道场 火车头 号称为是道路主 搬入主 文书主 其他这些主 就是配合火车头 所以道路主最重要 那你想看 你只要道路主 你不要搬入文书主 你不要这些大司机主 不要这些 厨房主 道路 教堂指挥主 你通通不要了 结果你只有道路主 你可以干得来吗 人事要天办 不是天事要人办 天人要合一 那么人 必须要成为一个整体 来运作这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才有可能完成 那么人也是一样 人这些器官要合而为一 成为一体 那么这个人 它才有功能 它才能够发挥出 人的一个作用 你断手断脚了 虽然还可以火 但是呢 你的功能就不彰显了 你看耳朵 是不是忠于 我们这个身体 鼻子 眼睛 嘴巴 手 是不是忠于 我们这个身体 他们默默在付出 默默在尽责 所以当你在道场 在始祖运作里面 你是不是也是一个默默运作的人呢 默默运作了整个道场的 这样的一个 心胜 就可以看得出来 整个运作正常 那么道场就可以运转不细 如果你在一个组里面 结果呢 专门耗异物了 专门认劳不认运 你虽然做了 四处批评 那这样呢 就形成 好像有一个细胞呢 在那里作乱一样 这个身体呢 有一个地方 总是觉得怪怪的 好像卡卡的 卡在那里 如果一大堆人在作乱呢 那这个身体的细胞啊 这个器官坏掉了 糟糕了 身体就受到影响了 一个器官坏掉了 其他器官也会随之坏掉 这个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那么在扣尔广之啊 我们何止是一个道场呢 何止是一个国家呢 国家也是要有一种 一整体的观念来看啊 你看国家有立法院 有行政院 有这个司法院 有考试院 还有各个部会 这些部会呢 如果不是一个 一个整体的 这样的一个观念的话 那他怎么能够运作正常呢 虽然在国家里面 有所谓阶级之分啊 那个是为了运作好 他那个次序 所以有阶级之分 但是呢 他那个功能呢 是样样低 每个人都低啊 每一个工人员 在他的职位上 他就是一个第一 他在那个职位就是第一 没有人超过超过他 他这个第一呢 就是呢 他好好的在他的职务上 在他的这个工作上 表现出本分出来 那就是叫做中 所以在这个职务上 你必须尽忠 你才能够表现出你的第一啊 我们讲到太阳的道理 讲到月球 这个月亮的道理 你看日升月落 你看这个四季花草的变化 你看他们是不是中 他们默默的在行中 忠于天地 忠于阴阳 忠于事实 忠于这个大自然的变化 但是呢 只有人心会不忠 人心会不忠啊 人心会搞怪 人心会变化 为什么人心会变化呢 因为习惯 内在的贪生痴 外在的这个五一六成 两个合在一起就造成 会作怪 作怪呢 身体你就会 也会作怪 行为也会作怪 那么大家都作怪了 这个社会就做 形成一个怪力 怪力乱神的现象 你看怪力乱神的现象 如果说在一个没有道的国家 那个是很恐怖的 妖鬼啊 这个魔王啊 走在街头啊 四处杀人 四处吃人 真的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我听说 在那个菲律宾啊 有一种大鸟 半夜出来 那个大鸟 这个翅膀一展开啊 有三个人 三个成人这么大 它四处飞行 而且会出 这个女人的笑声 在那四处飞行 妖怪啊 这个Discovery频道 还探讨 说菲律宾的一个儿童 被不晓得什么动物 被抓去 当街呢 把它吸干 它的血液 这是报道的 这不是传说的 在当局的 在找到底是什么怪物啊 在它睡觉里面啊 把它抓走 尸体被发现在道路上 你看这个 群鹰乱飞啊 真的是妖怪充斥啊 人家说 国之僵乱啊 妖邪必至 所以这个国家 如果妖邪太多了 表示呢 这个国家呢 没有 人人不尽本分的 不尽忠职守了 人人的脱轨了 脱轨脱续了 脱续了 就妖邪就乘机作乱了 所以你要爱国 爱国呢 你必须呢 尽忠职守 所以宗师这件事情啊 是爱国最重要 最重要的一个前提 我们上一次 讲到 那个王安石 跟郑霞的故事 大致上是讲完了 王安石这个偶像公啊 被免职了 自己呢 活活气死 郑霞呢 虽然得到 皇帝的这个肯定 皇帝呢 因为他的死见啊 所以呢 就撤销 王安石的心法 重新颇布 法令 所以王安石的心法 是失败的 那这个郑霞呢 那他在朝廷上 也仁丹四伯 他敢跟恶势力对抗 这是表现出 他对于人民的重心了 但是呢 恶势力啊 他毕竟敌不过恶势力 所以呢 后来也被逐出 朝廷 被逐出朝廷 起码被事实好 所以郑霞的事情啊 我们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只知道他在历史上 出现过这一段 那他就已经流民了 现在我们再来讲一个 一个 奴仆的故事 那是明朝期间啊 有一个徐氏兄弟 分家产 那这个徐氏兄弟啊 有三个兄弟啊 那这个老三啊 他先走了 他先 他就过世了 结果呢 老大跟老二 要分家产 可是呢 老三也要给他一份啊 所以呢 把这个 最好的家产啊 老大跟老二就分走了 他们认为 比较不好的财产呢 就把它分给老三 的太太 这个寡妇啊 那他呢 这个寡妇呢 分到一个老奴啊 就是他们家的长工 结果呢 分到这个 奴仆啊 这个寡妇 很伤心 很难过 他也不能够 跟这个老大跟老二生啊 所以呢 只是让你自怨自爱啊 老大分到牛 老二分到 马 那么呢 他自己呢 分到一个老头子 然后他就说啊 马还可以骑啊 牛还可以耕种啊 那么 一个老头子啊 只会吃饭啊 我分到这个 有什么用 就算来自怨自爱 那这个老长工啊 听了这句话 很不服气啊 谁说老了就没有用 我虽然是 这个奴仆的命啊 但是呢 我也要尽忠指手 我一定要帮助你这个家 重新兴旺起来 哦 这个脑奴仆 有志气哦 这个脑奴叫做阿继 阿继这个老人啊 有志气 而且呢 对他的主人非常尽忠 他的主人 虽然是一位 这个寡妇啊 而且是一个 很年轻的女孩子 但是呢 他就是主人 他就是要尽好 他们的 这个忠诚之道 所以呢 他就尽心尽力的 帮这个主人 出谋划策 哦 帮他赚钱 可是没有本钱 拿来钱呢 所以呢 这个主人啊 就是这个寡妇啊 去借钱 哦 去娘家 借一点钱 去朋友家 借一点钱 那借一点钱之后呢 通通 把这个 十二两金子 交给这个老奴阿继啊 那其实交给这个阿继啊 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啊 因为呢 如果阿继不忠心的话 那这个小寡妇啊 可能一辈子 就这样毁了 所以呢 一个人啊 敬不敬忠啊 一个人守不守本分啊 一个社会啊 一个社会啊 合不和谐啊 一个国家啊 强不强盛啊 就在这里看出来了 这个老奴呢 把这个本金 拿去 做生意 哦 近 这个一年之内啊 就赚了三次的利益 利润 卖什么呢 卖七 油七的七啊 可能中国啊 要得到七啊 要得向东南亚金口 所以七可能很少 那他做这种生意啊 阿继帮他的这个主人啊 这个 抚养 抚养出三个女儿 也就是说 这个主人啊 生了三个儿女 那么都是阿继所赚的钱 能够自助他们读书 长大成人 而且呢 长大还能够 大到嫁娶的阶段 哦 大儿子娶了 这个大家闺秀啊 又送他入太学读书啊 哦 所有的收入啊 完全是阿继一个人在金鸣 这个寡妇也 也没有什么才能 不能做什么 他就是有一个 忠心的仆人而已 哦 那结果呢 阿继呢 看到这个徐家 这个老三这一家人啊 即使是孩子啊 他也会跪下 跟他请安 哦 他从来没有亲事过 他的 他的主人 主人的小孩子 从来没有亲事过 你看这样的人 我看在现在 很难找到这样子 很难很难 哦 古时候这样的人啊 特别让人家肯定 所以呢 阿继这种事情 他就是在修道 阿继死后一定做神 哦 所以呢 正子为神 所以说我们说 人事进 天道远远 那么人事进 就是在这里进了 这个阿继把忠心 做到了百分之百 哦 他对他主人的孩子 也是一样 这么样的恭敬 而且他自己 还有小孩子哦 他自己的小孩子 跟主人的小孩子 不可以互相玩 不可以平起平坐 因为呢 主仆有分啊 所以呢 他要他的小孩知道 他自己呢 就是仆人 仆人的小孩子 仆人的小孩子 是不可以跟主人的小孩子 平起平坐 他自己的那个观念 非常强 这是君臣关系啊 君臣的观念啊 你会说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落伍了吧 太落伍了 太封建了吧 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 没有啦 其实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这种观念 现在还有人在做这个 只是呢 人心有没有像阿记 这么样的 这个忠诚啊 他那个纯度 有没有那么纯 就 不难得知啊 你看在员工 跟老板之间 是不是这样子 员工 好好地尽忠职守 好好地生产 在他的产品上呢 把他做到最好 让老板赚钱 那么他自己 是不是也是赚钱 那他是不是也是尽忠了 当然他的这个尽忠的纯度啊 绝对比不上阿记这种 阿记这种呢 是从无到有 而且对方呢 都是非常弱势的主人 他还是一样 忠心耿耿 一心不二 那么现在的员工 对老板呢 大概是没有这样子 尤其是年轻人 对于老板 你要加薪 我就非常感谢 你不加薪 就拉倒 走人 这个年后跳槽 所以呢 年轻人一年呢 换24个老板还不够 换48个老板 来乡臭啊 有的年轻人 干脆不去找工作了 在家里 做什么 做啃老族啊 常来伸手 放来张口 每天就向两位老人家 要钱 有两位老人家服侍他 你看看 这个是尽忠吗 这个是尽孝吗 所以呢 尽忠之道啊 在我们现在 还是可以看得到 你今天公司把你培养长大了 培养成才了 结果呢 其他公司 重金来挖脚 把你挖过去 你对得起你的主人吗 你对得起你的老板吗 你违背的忠道 违背的良心 你到其他家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薪水 增多了 但是呢 你有损应得 你损了自己的功德 你自己还洋洋得意 认为说这家的薪水比这家高 你是不忠啊 你不忠 不忠自然 怎么可以成就呢 老板帮你培养起来了 你至少要替老板 这个分担责任 你至少要让这个老板 可以呢 这个独立自主 发扬光大 你现在人家重金 你就挖走 所以现在挖脚 挖脚 这个之风啊 很盛 随时 随时有这个挖脚公司来挖人 那现在大陆 这个 大陆经济啊 起飞啊 台湾这些高阶人士啊 被挖脚过去 当然有人在啊 大家都想为了自己 谋得更好的 这些物质的生活 可是呢 中间损了一个东西啊 那就是中 中这个东西损了啊 人格就没有了 人格没有了 人家看不起你 你今天会被挖脚过来 明天你也会被人家挖脚过去啊 人家看不起你 而且呢 你自己也看不起你自己 你的良心呢 会看不起你的作为 你以后呢 会 会 你以后呢 会觉得 无脸见人 这是一种 我们做人的道理啊 如果说做人的道理 都不懂啊 你不会有 飞黄腾打的一天啊 要清楚了解 我们今天在台面上 看得到这些飞黄腾打的人啊 他以前呢 一定是很好的一个修行人 像阿记这种人 我们说修行人 千万要记住 不是在庙里面的 敲打念唱的那些和尚 尼姑 在深山里面 参长打中的那些道士 绝对不是那些人 我们真正说 修行人是在社会上 做好人的本分 待人处事都很圆满的人 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人 我们今天白羊修士人 就是要修到这样子 才能够叫做真正的修行人 所以有人认为说 我们的祖师 传我们的心法这一派啊 是属于六祖会等以后 这个入这个 在家的这一派 在家的这一派 六祖传到这个 七祖白玉禅 白玉禅继续传下来 传到 第十七代祖 陆祖中医 十八代祖 张祖天然 跟孙祖慧明 我们是承传在家这一派的 那出家那一派了 马祖道义禅师 承传 传到宋朝 没有了 其实我认为 并不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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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马祖道义这一派的承传 还是在一贯道里面 一贯道里面 他有所谓出家众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知道这种事情 出家众是谁呢 就是清修的人士 你看我们的前人 不修喜菩萨 他是出家众 他就承传了出家众的这一脉的心法 所以我们的道呢 是足足相传 佛佛回传本体 师事密附本心 那么今天我们在家的 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凸显 比较凸显是因为儒家应运 我们今天呢 要把人的道理做出来 人的道理没有做出来 你光在山里面敲打念唱 你在念佛 拜灿你不会成就 以前人会 现在拿草安 道之宗旨 讲道敦品从礼 这个敦品的部分 有一句话说 马不必骑迹 要之善走 玉不必将合 要之去够 那 那这个碧玉啊 是在说呢 马 它不必一定要骑迹 骑迹就是千里马 只要它能够散走 那么玉就是 洗澡 我们说 我们说早生遇得啊 这个洗澡不必要江河 要之去够 不必要很好的 这种 浴室啊 重点是要能够洗干净 那么呢 用这个马啊 用那个玉啊 来比喻啊 人也是一样 那他说呢 人不必富贵 要之明德 道不必玄傲 要之行修啊 那么讲道修道 的人啊 那么人不在于富贵 其实富贵 也是因为 敦品从礼 修道立德 之中得来 那么可是呢 这些外在的形象 可以让人迷惑 会让人呢 这个上 上师本来的心智 所以人不必富贵 就是 人呢 不必靠外在的这些物欲啊 来满足自己 要之明德 明德呢 就是了解自己 内心 的一个光明 一个道德的本体 那么有时候呢 我们生活在人世间啊 必须要靠一定的 这个物质条件啊 来养活我们人生啊 来这个弘法立生啊 这个是无可厚非啊 那么人都要用这个肉体 所以呢 这个肉体啊 可以替天行道 那第一天行道呢 这个人呢 一定要能够了解天的意识 了解天的道理 那么人为 怎么样才可以了解天的道理呢 那就是呢 人的心啊 他是光明的 他是纯洁 他是 慈悲的 他是没有污染的 那跟了天心啊 互相来相应 所以呢 他能够把天的意识啊 付诸以实践 付诸在百姓 这个众生的身上 天天自我明天 天事自我明事 所以人民的需要 就是 老天要给予的 那么老天给予的 一定是人民所需要的 天生地养 所以 我们人 都要靠 天地来生养我们 所以这句话呢 人不必富贵啊 要之明德 明德之心啊 要重于富贵 因为老天给予我们的 已经相当充足 那么每个人的福报 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呢 那个外在的福报 就是一个人的因果 那因果之事呢 已经是前定了 无法强求 所以如果说 我们能够反身内诚啊 了解到我们自信的 那个光明圆满具足的这一面啊 那么外在的富贵 怎么会比得上 这样的富贵呢 所谓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啊 你没有向内去 观醒啊 这个 进入这个万人工墙里面啊 你不晓得 这个明德 他 他那个丰厚的那一面 是世间的这个福报 没有办法比的 所以我们向人 阐述道的奥义 道不必讲到玄妙 因为现在的众生呢 你太玄妙的东西 他也听不懂 现在为什么 佛家的道理 道家的道理 这些经典啊 太过于深奥的 人家也不想听了 你看四书五经来讲 四书五经 四书还算普遍 那么普遍在于哪里 在于儿童读经班 因为儿童要读 所以大人也要去读 这位病人说了 其实四书五经 对一般人来讲 也是太玄奥了 所以重点在于 要行修啊 你听了一个道理 能够去行 能够修正自己 能够化解掉 自己的脾气毛病 所以道不必玄奥 要再行 要再修 那这是先佛所讲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得到明示意志 最重要 最宝贵的 就是我们知道 要行道要修道 如果不是趁这个时候 我们来行道修道的话 真的六万年来 我们没有这个机会 这个从其他各教 从其他的宗教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各派 各宗的 这个教徒那么多 可是呢 民心见性的一个也没有看到 真的修道有成就的 少之又少 那么他这个像佛教 在看有没有成就 是那个死前的 有没有瑞相 我们说死相好不好 那再看他有没有成就 所以呢 这个已经是落入 相当于这个末节的修行 末法的修行 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 明示意志 天降大道给我们 我们甚至不晓得怎么修行 更不用说 我们了解到我们内在的良知本性 那所以今天讲 敦品从礼 敦品 这个品这个字啊 老前人讲过 利质与利品 那么这个字立出来了 你那个品啊 你那个格你就要出来 你就要有那个品格出来 品 所谓的品德 品性 品格 等等呢 都是形容我们内在 德性 这个光明圆满的程度 所以到之中只教我们 利品 首先呢 要从老前人教我们的利质做起 利质 为什么要利质呢 一个人啊 来到人世间呢 你要利质 你利什么质啊 那为什么要利质啊 常常在我们的作文里面 看到我的志向 那么我的志向啊 从小学到现在啊 真正的没有遇到明师啊 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志向 没有遇到这个道啊 我们不晓得 利质是干什么的 你看我们利质做 这个 科学家 利质做工程师 利质做这个艺术家 作家 利质做这些大家 那么利质做这些 对于 我们这个 明信见信啊 有没有持续的关系啊 如果从 这个修道这台路来讲 那么跟明信见信呢 说实在的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呢 你反道而行 反道而行呢 你追求了这条路 有可能障碍你 修行圆满 修行成就的路 所以为什么 论语里面 孔子讲到 至于道 据于德 依于人 犹于意 等等呢 这些德目啊 他你看 由于意 他写 排在最后 意 意呢 就是现在 我们所说的 这些知识 这些科技 这些记忆 这个是由于意 但是这个是最后的 我们的人生之中 是需要有这些 这些艺术啊 这些记忆啊 这些才能啊 来让我们生活的更圆满 但是呢 这不是第一要物 第一要物是什么 至于道 立志的要立志在道上 立志在道上 不是叫你去敲打念唱 去叫你去这个参禅念佛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境界啊 天差地别 台湾话讲 一段差高秋 那至于道到底是什么 至于道就是 恢复我们的良知本性 恢复人的良知本性啊 这个是至于道 因为道呢 是天所赋予的 的一个命啊 那我们人 在天所赋予的命上啊 有叫做天命 天命就是我们人的性理 我们的性理 是明德的 是光明的 是圆满的 是具足的 是不生不灭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一个境界啊 必须透过 敦品从礼 所以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个目标呢 先立清楚 也就是说这个航道啊 你要走的这条路啊 要确立清楚 不要走错路了 你走错路了 那么到头来呢 错用功夫啊 就是竹篮打水 一场空啊 所以为什么 圣人 聪明睿智 足以有灵 圣人呢 这个 他的这个 理解跟认知啊 就是 可以呢 去 来到这个 这个世间啊 来教化众生啊 圣人教化众生是因为 他知道天的道理 人本来是从天来的 所以呢 今天要回到天 必须呢 做天的道理 那我们讲 这个从礼的部分 但是要讲从礼之前 你先要把这个 志向 把它立下来 你才要达到一定的 这样的一个 境界 那才行 所以品格 要要求自己 对于世间的染着 对于世间的烦恼 世间的这些挂爱啊 你能够 放掉几分啊 所以 敦品 立志 我们要知道 我们立的志呢 就是从我们的品格 圆满做起 至于道 至于道 会要回归我们的圆满自信 回归我们的这个 道德的圆满 所以至于道 具于德 具呢 是依据这个德 那么人世间的德 都是 我们在道之宗史里面 讲的这些德目啊 也就是说 三缸五成 五轮八德 那么我们根据这些德 其实呢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人类的游戏规则 我们说守戒 守礼 这个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啊 那道有道的理 那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天的理啊 要时时掌握到这个心 是处在这种光明 觉知的状态 也就是说 你不是 不会 离道 就是说道不可虚一离 你不会离道 那么你所走的 都是一个坦坦荡荡的大道 那么你的根据呢 就是据于德 德呢 古德叫我们的 三缸五成 五轮八德 我们现在呢 从道之宗史 好好的入手 好好的来做 那一于人 人呢 是两个人 人呢 是一个 是我们这种核心啊 人的核心啊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那么生命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上次讲到生命的工程 你要建造这个建筑物 你需要有工程图 你需要画出你的计划出来 那么你的目标要按照你的计划